仙界战神寒泪 杀掉了十万手下 毁尸灭迹 就连神魂都不曾留下一吼 原本是为十万手下考虑 却也将自己送进了无尽的深渊 仙界规定一人入魔全足诸杀 天条无情 人有情 何况他是神 他怎忍心跟随自己万年的手下 战死沙场 家人无辜受累 只有如此手下的遗霜 才能拿着战死的殊荣 换来后世的风光 本以为他自己也会如手下那样 拿着这份殊荣战死 谁知五万年后 竟然被一个无名小妖唤醒 战神回归本身是仙界大喜之事 但是有人欢乐 必定有人忧 准战神天雷真君因他的复活 孕育了五万年的战神梦 在即将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瞬间化作炮异 而曾经战将原正的母亲更是怀疑 九尘是用十万大军陷阱 才保住自己的命 因而诈死五万年来逃避重罪 却苦无证据 而这个证据刚好被山林族的锦修国师所获 山林族受他族排斥 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便准备向天族县里寻求庇护 此物刚好是原正一物 传心丁 天雷看见此物瞬间眼前一亮 四日天雷真君便以为九尘举办接风宴为由 把整个仙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了过来 他要当着整个天下的面戳穿九尘的大阴谋 并且当场质问九尘可否认识此物 以免稍后九尘耍赖皮 原正之物 本尊自然认得 原同看到哥哥的遗物满是震惊 已经有种不祥的预感 原母看到儿子的遗物 也已控制不住颤抖的手 儿子无端惨死 尸骨无存 他必将为儿子讨回公道 刚触及传心丁 神器便发出剧烈的抖动 下一刻更是直接飞入空中 仿佛在寻找进行袭击的目标 九尘担心天地的安危 立马向前为天地打开一处屏障 灵溪也迅速向前帮忙 但是依然控制不住传心丁在缓缓蓄力 九尘见识不对 立马顺移向前徒手接住了袭来的传心丁 但是寒疾再深的他立马也引起旧伤 为了不引起注意 他立刻换了一只手 将捕获的传心丁还给了袁同 灵溪也迅速按下为九尘疗伤 但是他法力低微也撑不了多久 这个结果和天雷真君预想的没错 传心丁护主只有对仇人才会发起攻击 这是九尘最痛苦的回忆 这历历在目 亲手斩杀十万不下 每当想起都心碎无比 面对天雷的咄咄逼人 他也不想解释 袁母也是步步紧逼 询问九尘为何五万年前十万部将无意生还 却只有九尘狗活于世 是在质疑本尊 在神魔之战中懦弱戒战 还是质疑本尊 害死了十万天兵 毁了他们的神魂海骨 又或者是怀疑本尊 如今已然入国 我们袁家所有的南丁 为保天祖 战死沙场 海骨全无 神魂湮灭 难道老神 问都不能问吗 九尘无奈 也只能半真半假还原当年的真相 告诉众人当年 他率领十万部下 将魔族困遇幽都山之下 魔族无路可逃 便全族以血肉生魂陷进魔君 一瞬间天君陷入被动 十万部下燃烧神魂 与魔君抗衡 最终以无一人生还的代价 把魔君封印 与幽都山下 可有依据 本尊的话 就是依据 老神 够了 天君身之九尘为人 九尘为人光明磊落 虽之其中必有隐情 还是直接帮九尘解围 天威浩荡 众人也只能看着九尘扬长而去 天雷看一击不成 便又生一击 拿着他掌管了五万年的战神印 去给天君请辞 但是毕竟掌管了五万年之久 多少还是有点不舍的 本以为天君念在这么多年苦劳的份上 会有所推脱 但没想到 天帝麻溜的便同意 并且让他亲自把战神印给九尘送去 这让他更是窝火 思考再三 还是认为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舍不得媳妇套不着流氓 心意横还是堵了一把 次日便恭恭敬敬地将战神印交给了九尘 并且当众让九尘打开确认战神印的真伪 以防一会儿九尘耍赖皮 众人也知道天雷没按什么好心 必定是在百坑无异 果然九尘刚确认战神印无误 天雷便掏出了一封战报 这个战报是五万年前 幽都山一战发出的最后一份战报 里边记录着当时战场的战况 但是此战报 只有战神印配合九尘的法力才能打开 所以天雷就是在堵九尘 他不敢打开战报 袁童立马惊恐不已 当时他也收到过哥哥的一封信 告知自己有入魔的迹象 如果无法自控 将祈求九尘将他杀死 真相一旦公布 袁氏一族必识灭顶之灾 然而九尘却毫无考虑地当场 便打开了战报 袁童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天雷也万分胆颤 他以为投机不成又丢了战神大权 此时空气都仿佛静止 而九尘拿着战报还时一周后 竟然直接将其丢入火盆里 此时的天雷终于松了一口气 立马开心地像个几十万岁的孩子 九尘的所作所为 已经不需任何证据 蹦蹦跳跳地扬长而去 随即而至的 便是剥夺战神称号的圣旨 并且直接将九尘禁足 天君让小仙问神尊 可需申辩 无需 哎呀神尊啊 这又何必呢 撕毁战报 故意隐瞒战况 不是一般的重罪 天庭之上 也是充满了人情世故 九尘的所有物资 全部断供 就连治疗寒急的药 药王也是各种理由停止攻击 青瑶作为灵溪的姐姐 冒着危险 也只能让灵溪带回去 寥寥一瓶 店内的庸人 也如鸟兽四散 灵溪的爹爹 也非要拉着灵溪回去 灵溪最终在厕所 藏了三天 才偷偷地留在这里 仲仙也是把落井下石 做到了极致 就连灵溪的一条狗 都不放过 灵溪抱着已无气息的 小白心碎不已 不曾想无数生灵盼望的圣地 先也分好坏 也分凉薄 最终含泪 将其丢入化生池 人本以为只要坚持 便可迎接胜利 但是得到的结果 更是让人唏嘘 三日后 就要对九尘进行攻审 灵溪固然不幸 九尘会因自保 会去拿着十万部下陷阱 曾经她听闻 红湖成燕说过 南极洲水月顶变幻莫测 其中有一种能力便是可以 恢复世间万物 又突然想起上次十三去到探灰 刚好战暴的残渣被风吹落一地 她迅速前去收起了风吹落的残渣 她要做一个大胆的决定 也因这个决定 把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 战神含泪图尽十万将士 并且不留失手 甚至神魂都不留一丝 最终凭一己之力将魔军封印 自己也原神静灭 缓缓死去 五万年后 一只小妖无意中将其救活 但是十万将士无一幸存 为主将独火 也引起了战将家属的质疑 并且她又当众烧毁了 可以自证清明的战暴 迎接她的将士无情的审判 灵溪不愿九城蒙受如此大冤 不惜前往南极仙州 利用水月顶 恢复了被九城烧毁的战暴 也终于知道九城 为何要用生命去守护这个秘密 但是收回战暴之时 水月顶却化作天恒神杀刃她为主 她无法拿下 也只能匆匆离去 她到原家祠堂 告知了原家列祖列宗 九城为原家背费的一切 也准备遵守九城的决定 烧掉战暴将秘密烂在肚子里 谁知刚好原童赶来 灵溪害怕原童看到真相无法接受 便迅速离去 殊不知原童五万年前就知道了这个秘密 认为灵溪来到她家祠堂另有所图 半道便向灵溪发起了攻击 不料却被天恒神杀护主 原童也当场就认出了此神器 也想到灵溪已经恢复了战暴 向灵溪索要无果 原童瞬间杀心死起 灵溪本身不想把这个真相公布于世 但是看到原家之人 如此恶毒也是为九城感到不值 誓死都不愿交出手中的战暴 最终原童心意横将其投入了喜仙池 就算是百万年修为 移入喜仙池必死无疑 灵溪在喜仙池的异度空间内 经历电打雷劈也很快失去了意识 原童回到祠堂 原母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心息 明日九城宫审 功德殿内九城的战甲也会被换下 用原征的遗物传心钉代替 原家即将千秋万世 接受世人供奉 可是家族崇药明媚之日 也是为儿子复仇之时 原童心虚不已 但是他又不敢忤逆母亲的意思 心中暗许必定不负九城这天大的情谊 此夜白狐青瑶刚巧给九城送药 却发现灵溪彻夜未归 青瑶知道灵溪对九城的情谊 这个结果眼上消失 必定不是小事 一夜寻找魏国 直到清晨仅仅找到一根灵溪的红雨 立马意识到灵溪发生了不测 一路顺着打斗痕迹寻找 最终却在化仙池旁 找到了一缕灵溪的衣角 此时九城的宫审即将开始 袁老太也将儿子的遗物 也如愿放进了功德殿 满是欣喜 天雷见九城即将被拉下神坛 以后战神就是他的位置 心情大好 对着袁老太太也是狂吹马屁 袁老太太 如今功名显赫 更加不把九城放在眼里 告诉九城虽然今天是袁家光宗药组织 也是还原我儿真正死因之时 再次逼问九城袁征 到底是不是九城杀的 袁童瞬间恐慌 立马劝阻女亲 他怕九城扛不住压力 将真相公布 但是袁老太却越发的来劲 请上神 以道心启示 莫要欺骗老师 是 众人立马震惊不如 没想到九城还为公审 便如此轻松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袁老太得到了心中想要的答案 更是对九城嗤之以鼻 当中呐喊 他终于为十万亡死之人 沉渊得雪 只恨这十万仙魂 历经五万年才得以安息 九城罪恶滔天 怎可继续留存在世 杀我孩儿 除我族人 害死了天兵 躲在长生海 你跑了五万年 死等仇恨 我岂能再容你 不振 杀敌 僵持之际 青瑶人未到声音 却传到此地 随后便抱着一只 奄奄一息的丹鸟 来到此地 十三看到灵溪伤成这样 抱着满是心疼 九城也立马向前 为灵溪输入真气 圆童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随着真气的注入 灵溪渐渐恢复人形 但是仅仅说了一声疼 便又昏死过去 灵溪昨晚掉入洗仙池后 好在天恒神沙 为他打开了防御 这才躲过一死 青瑶在化仙池旁 四处寻觅 发现了气弱油丝的灵溪 当然也发现了这份 可以让原家永世 不可翻身的战报 众人见灵溪如此重伤 便建议天雷 今日之事明日在意 天雷立马一副 事不关键 我只是看戏磕瓜子 老夫人 元老太太依然无谓作死 九城不以死做交代 势必不会离去 交代是吗 元同上线 元老夫人很想知道真相 你觉得呢 青瑶不再多说 直接打开了 这尘封五万年的真相 元同想要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 原来当年的元征 首先入魔 在阵营中不分敌我 肆意屠杀手下的敬意 到此元老太太已经崩溃 到处哭诉这个战报是假的 元同沉默不语 郑君 这战报是假的 不然他从小突抹 绝不会入魔的 而天雷手一挥 指着那高清四K的回放 难道要把我这天雷 真君当傻子 战报最后 元征在恢复理智的空隙 求着九城了结了他的性命 并把他妹妹和元氏整足 脱骨于九城 九城万番心痛下 一剑将元征动穿 这便是事实的真相 一人入魔 株连九族 元老太太此时此刻 也成功把自己作死 把这个家族 推进了万劫不复之地 不知这个交代 他是否满意 是真是假 你自己心里清楚 神尊自归来的那一日起 便决定丹此罪 保你元家 是你们自己咄咄逼人 将自己逼上了绝路 轻者自轻 有些黑锅太黑 战神都背不动 九城抱着灵溪 直接离去 老太太已知此事 已无挽回的余地 万分懊悔地 把元征的灵位扣到 倒下的也是元家千秋的荣耀 倒下的也是他自己 九城依然心善 不愿拖累整个元氏家族 但是灵溪作为丹鸟 自己都承认他小肚鸡肠 最起码也要给个说法 九城建议要不也罢元同 推入洗仙池 我起码得让他给我 磕头认错 真先诚意地求我原谅 然后罚他 罚他一百年不许吃饭 只能和风引路 陈死 他还得补偿我 他当了那么多年的被害守将 一定有很多奇人一毛 我要让他都赔给我 神尊 你笑什么 没什么 没想到九城下一秒 就拉着灵溪 来到了元同家里 灵溪要求的处罚 确实是太轻了 所以他直接费了 元同五万年的修为 并且让其回到南天门 从天兵做起 当然也不能忘了 灵溪的说法 你还欠他一个道歉 灵溪这次 都是元同的错 还要罚你这一百年间 不得吃饭了 还有之前 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果 都要给灵溪 当做你 伤害他的补偿 回去的路上 灵溪嘴巴 已经咧到了后脑勺 自己就开个玩笑 没想到九城如此互犊子 九城最终 以七道雷行为代价 为元氏扛住了这灭族之灾 但是也导致动用神力 寒疾复发 轻摇无奈 也只能暂时封住了 九城的所有法力 以防病情加重 病情康复前 他将是凡人之躯 而元同本身 对九城感恩戴德 但是元老太太 由于信念崩塌 扛不住压力 自枪于元氏祠堂之内 元同发现 以为是已晚 元同把这一切恨意 都算在了灵溪头上 暗暗发誓 有朝一日 必定也让灵溪体会 这亲人离别之痛 战神弥留之际 用最后的力气 救下一个婴儿 但是五万年后 却不得不亲自将她处死 五万年后 他们第一次相遇 是灵溪将她从死亡中唤醒 在以后的日子里 更是用她柔弱的身体 和微乎其微的灵力 不惜以生命 为代价护她周全 一次又一次地 将她从危险中脱离 九城在自己复活之后 一直对灵溪的身份 有所怀疑 因为自己苏醒的同时 被自己封印了五万年的魔君 也有想要突破封印的迹象 一旦魔君再次现实 三界将又是 无尽的腥风血雨 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 她冒险将灵溪 带入了魔君封印之地 被蒙在鼓里的灵溪 被带到此地一脸无知 灵溪能够毫发无损地 站在此地 已经印证了九城的质疑 因为此处魔气肆意 五万年来除了九城 只有灵溪能够 活着待在这里 九城本想告诉灵溪原因之后 便把这里作为灵溪的埋谷之地 但说话的空隙魔气 便向灵溪发起了攻击 九城立刻向前 把魔气镇压了回去 这让她坚定的内心有所动摇 如果灵溪可以帮魔君解除封印 魔君怎么会攻击灵溪 当即决定把灵溪 带回自己的避世之地 从吉渊 一起跟随的白泽兽 感知到了一路走来九城的杀气 所以一直阻拦不让灵溪进去 但是灵溪却感觉有九城在 怎么会有人能伤害自己 一路无语 跟着九城和仙翁穿过层层洞穴 来到了从吉渊最冷的兵室 白泽见识不对立马一跃而下 逃了出去 而九城却没有给灵溪一丝解释 直接便关闭了石门 顺时间灵溪便感觉到了 阵阵刺骨的寒意 单纯的灵溪还以为 这是九城专门为自己找的修炼之地 她作为火属性的丹鸟 寒冷对她来说十分致命 内心虽然已经生起了恐惧 但是出于对九城的信任 一直在咬牙坚持 白泽一直不停地 对九城哼哼唧唧地发出请求 但是九城依然无动于衷 白泽没办法 只能又折回冰室 不断地撞击着石门 九城现在内心纠结无比 也许是想把灵溪冻死在冰室之内 也许是想在极端环境下 激发灵溪体内的默契 一夜过去 一抹光照亮了整个冰室 灵溪依然虚弱地叫着九城的名字 这是她一生中 路过最漫长的夜 虚弱的灵溪浑身 已经结满了冰霜 手握着从九城那里偷来的长生结 渐渐昏死过去 九城也煎熬了一夜 回溯着香食的点点滴滴 小丫头每次都是为了自己遍体鳞伤 依然乐此不疲 就当全天下的人对她质疑的时候 灵溪依然不离不弃 到此她悟了 她真是糊涂 一瞬间便出现在冰室 迅速帮灵溪除去寒气 灵溪发现自己在九城怀里 又是以往的那般甜蜜 强大的安全感让她渐渐睡去 此时九城已经知道了灵溪的身份 也渐渐打开了那尘封了五万年的记忆 当年她亲自斩杀了自己十万部下 杀戮太重 一瞬间便魔器入体 当把魔君封印之后 自己也已经满身魔器 神智也渐渐被魔器吞噬 如果不死 入魔也就是在一瞬间的事 但是一声婴儿的啼哭 缓缓让她找回了神智 看着婴儿怀中寓意长寿的长生结 和她即将陨落的战神 做出鲜明的对比 她已经活了几十万年 而她却刚刚来到时间 所以一瞬间对着孩子充满了保护欲 用自己最后的一丝神力救下这个孩子 原来这一切都是天意 尤其说五万年前九城救了灵溪 还不如说是灵溪的出现拯救了九城 五万年前救的是她的魂 五万年后救的是她的命 灵溪醒来后 虽然满是委屈 脸上都是泪水 但是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安慰着自己 安慰着九城 虽然她不知道九城为何如此对待自己 我就知道你是在吓我 你一定不会人心看着我被冻死的 你看 这不就回来了 听着灵溪的自我安慰 九城更是陷入深深的自责 九城守着灵溪缓缓睡去 才走出了房间 看到灵溪把神兽当狗养 短短几天神兽也是有模有样 真的学着狗的样子 数日前灵溪仅仅仅是给了她一笼包子 上古神兽从此便对灵溪不离不弃 再想想自己 真是网做了几十万年的事 既然她成长与陶灵 也许让她回去才是最正确的事 回到陶灵九城 也对乐伯捅破了这层窗户枕 灵溪不是你的亲生 五万年前 你是在幽都山外看到她 当年幽都山影着案 有人将她遗弃在战场之外 魔君即将封印之时 妄图借由她的身体 藏匿本命原神 本尊虽然保住了她一命 击退魔君 而魔君夺赦失败 但却将最后一丝魔力 住在她身体之内 所以灵溪自由 并有神魔之力 乐伯一直都知道此事 所以为了灵溪的安全 才故意喝酒误实 逃离天宫带着灵溪避世 如今灵溪跟着自己 已经不安全了 所以她也只能将其 送回到乐伯身边 她会在暗处保护 只怕至此 陶灵清静不在了吧 能必是算是 乐伯也知道九城也是 在拿自己性命 和自己一样来保护灵溪 万分感激 即将离去灵溪 却还不知 九城如老妈子一样 交代灵溪 一定要好好休息 并且教会了灵溪 天恒神沙的使用方法 见灵溪使用德行应手之后 便投也不回地自行离去 灵溪这时候 才知道九城不要她了 也不是现在知道 最近九城的怪异 她也应该猜到了 失去的感觉 一瞬间冲上心头 迅速奔向九城 抱着就是一顿吻 九城也并未拒绝 灵溪表白了 对九城的爱慕之情 是我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 不是小孩子 对大人的那种喜欢 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神尊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是哪里惹你不开心了吗 你为何要把我 丢在冰屋子里啊 现在又想把我轮回逃离 她不明白九城为何抛弃她 她能感觉到九城也是喜欢她的 但是九城为了灵溪的安全 也只能拒绝了灵溪 告诉灵溪你这颗草太嫩 我这头老牛不爱肯 不再顾及灵溪 任由灵溪哭得泪眼婆娑 唯心地离开了 然而已经知道 灵溪存在的魔君 怎能善罢甘休 宫廷内和灵溪相仿的仙女 不断地在失踪 幽渡山之内 一批又一批的仙女被抓到此地 一个又一个地被投入魔君口中 一阵短暂的咀嚼声音过后 再度被丢出来 已经是一具骷髅 仅仅片刻功夫 刚才活生生的仙女 已经化作矮矮白骨 散落一地 一个都不是 一群刚好五万岁的花季少母 被无情地投入一朵 散发着魔起的黑夜 在短暂的咀嚼声音过后 被丢出已经化作矮矮白骨 五万年前战神九城与魔君大战 最终弑军力敌都身受重伤 一神一魔体力 野军已耗尽 僵持过后 魔君用紧剩的魔器 加固了已在战斗中损坏的魔刀 九城也用最后的先力 为昆吴剑蓄理 各自发起了最后的一击 最终昆吴剑不敌 魔刀即将接近九城之时 九城既然化作无尽魔器 原地消失 魔君也被震得连连后退 魔君顾不得考虑迅速收起魔刀 却不知九城使诈 早已将昆吴剑藏于魔刀之中 九城已入魔为代价 给了魔君最后一击 魔君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被镇压于山坳之内 缓缓化作一朵黑脸 不巧在不远处 有一位遗弃的婴儿 魔君趁机将本命元神 藏于了婴儿体内 五万年后 九城为了验证灵溪的身份 冒险将灵溪带到这里 魔君也当即认出了 这是当年的那个孩子 手下不认识灵溪 所以只能将年龄相仿的女子 全部抓到此地 很快便找到了灵溪所在的陶灵 灵溪为了保护两个陶灰的仙子 用刚刚学会的天恒神沙 苦苦支撑 两根老葱也吓得连连后退 危机时刻一白发老头 帮他们解除了危机 自爆家门便又匆匆离去 但是这老头不讲武德 临走之时 看见了正在为灵溪看门的白则兽 所以便顺手牵狗将其抱走 灵溪也很快发现白则不见了 询问了一只彩雀才知道 被一个白发老头给顺走了 紫若山 紧速去追 最终却误打误撞 来到一处山洞 便直接钻了进去 却不知已经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地 此时的白发老头 已经来到了西王母的宴会上 直接将白则作为礼物 送给了西王母 而白则却立马一跃 跳进了九成怀里 王母还好奇这神兽 为何与战神投缘 九成立马满是不悦 直接道出这是自家婢女的仙楚 并询问老头 偷人家狗可有不妥 老头也是汉颜将事情原由告知之后 九成才收起那不悦的神情 西王母看到白则也甚是喜欢 便想让九成将白则送予她 但是却被九成拒绝 让其找灵溪商量 王母瞬间脸就拉下来 让她去找一个婢女 要一只宠物 这不是太丢先了 台下云云也甚是不解 战神为何对一个婢女的宠物如此伤心 此时走进山洞的灵溪 却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吞天兽 曾经灵溪首次前往天宫 却无意中用魔器解除了吞天兽的封印 吞天兽为了报恩 在上次的混战中 也是对灵溪保护有加 带着灵溪一路出逃 最终却被刚刚苏醒的九成锁情 今天也是吞天兽被处决的日子 西王母要将吞天兽练化 交于药王动炼做丹药 所以今日才大摆宴席 灵溪不知道这一切 曾经吞天兽帮过自己 她感觉曾经的固有奄奄一息 便决定将吞天兽释放 但是面对大腿粗的锁链 用尽各种方法都是无济于事 此时又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便立马躲藏了起来 魔君的手下仲浩 为了修复魔刀 也找到了这里 灵溪听到之后 不顾危险立马向前阻拦 仲浩也是立马下了诛杀令 看灵溪有危险 本来奄奄一息的吞天兽 突然狂躁起来 用前脚把灵溪挑到自己背上 用尽最后的神力挣脱了束缚 直接跳上了宴会之上 看见西王母更是恨得牙根发扬 九尘立马打开了一片屏障 吞天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所以放弃复仇 立马带着灵溪逃离 吞天兽艰难地挥动着沉重的翅膀 如今他已经在洗仙池 几乎洗去了所有的神力 谨慎为灵溪脱险的信念 让他苦苦支撑 灵溪也知道吞天兽已经立节 他让吞天兽放他下来 吞天兽却不敢 无奈他只能自行跳下 吞天兽见灵溪无碍 也重重地摔在地上 灵溪也迅速向前查看 吞天兽已经气若犹斯 灵溪不明白 吞天兽为何如此难受 就在此时钟号追了上来 并且告诉灵溪 今天也必须和吞天兽一起死在这儿 吞天兽未开灵智不分善恶 所以指认魔君 很显然灵溪不是 说罢便向灵溪发起了攻击 仅仅三招两势 灵溪就被钟号打倒在地 钟号奋力甩出魔刀 就在这万分危急之时 一庞然大物突然挡在灵溪面前 吞天兽用自己的性命 为灵溪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 魔刀吸取了吞天兽全部的精血 当被钟号收回之时 魔刀已被修复得完好如初 吞天兽在灵溪面前行昏俱灭 渐渐消散 吞天兽虽灵智未开 但是数次救过灵溪 灵溪瞬间恨意涌上行头 逐渐变得恶狠 缓缓起身眼睛 也变成了血红 浑身散发着黑色的魔戚 无意识中 天恒神杀向钟号发起了攻击 但还是被刚修复好的魔刀挡下 钟号也认出了 他便是魔军要找的那个人 而灵溪由于一时间 无法适应强大的魔戚 也直接晕倒在地 当钟号再度发起攻击 九成及时赶到 钟号被一巴掌掀翻在地 九成迅速为灵溪去散了魔力 但是钟号却在背后偷袭 一刀命中之后迅速逃离 九成立马将灵溪带回了从极渊 想为灵溪去除所有的魔戚 但是却无济于事 而后魔印也渐渐显现出来 九成望着昏迷的灵溪陷入了沉思 灵溪的身份应该是瞒不了多久了 所以九成做了一个决定 打算辞去天神职位 永远在从灵渊如同乐伯那般 陪着灵溪避世 当告知灵溪之后 灵溪不忧则喜 他在陶灵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况且有自己超级爱的九成陪着 已经幻想着这十万八万年之后 自己一定也如九成这般厉害 到时候一定等得爹爹一个惊喜 九成即将去天庭辞职 但是为了灵溪的安全 还是在从灵渊打开了一道结界 这才放心离去 却不知袁同早已跟踪至此 当初因为灵溪 捅破了他们家族的不耻之势 最终母亲接受不了现实自枪而亡 她一直等待复仇 如今终于抓住了时机 先借一官前往战场收尸 却在已故战神旁边 发现个半魔半妖的孩子 这个孩子危险无比 所以便直接辞去了官职 带着这个孩子避世 但是墙中有透风之日 最终还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 惨死奸人之手 九成发现了灵溪身上的魔器之后 也知道天庭必定容不得灵溪的存在 便像学乐伯那样隐瞒灵溪的身份 继续带着灵溪避世 前往天宫辞去战神的职位 却不知他们的行踪 早就被圆同掌握 当天雷听到九成 要把战神之位善让给自己 突然被这个幸福砸得有点无所适从 就在假意推脱的间隙 九成突然感觉到 丛林渊的结界被破坏了 仅说家中有事 便又急匆匆地离去 天雷脑袋立马成江湖了 不知道九成唱得哪出戏 天君看出九成 应该是遇到大事 迅速吩咐手下向前查看 天雷也是真体会到了 什么巧繁华三千 如果演云烟 又是白日做梦的一天 此时的灵溪 已经被西王母打得成半条命 也不知道西王母看见 灵溪哪来那么大火 根本就不想留灵溪活口 九成突然现身 西王母才停住了手中的动作 但是依然不想给灵溪留余地 直接要带走灵溪 九成虽不语 但手中的昆吴剑却不答应 死闯家宅 伤人家属 战神刚才已经强压怒火了 王母知道眼前是块钢板 不是谁都可以拿捏的 便让九成许她一个交代 九成知道孰轻孰众 刚才只是让西王母知道 自己不是个软狮子 他与魔道到底有何关系 面对西王母普化以及天雷 三个人轮番审讯 灵溪却应对自如 这灵牙利齿不留缝隙 让天雷化到嘴边 又硬生生的憋了回去 普化也是知道如此审问下去 三人都要被灵溪气死 所以直接换了个最省事的方式 使用内力要逼出灵溪体内的魔器 但是审问的结果却是让人惊气 竟然从内到外干干净净 找不到丝毫魔器 刚才西王母差点把灵溪打死 这会儿满是心虚 众人毫无证据 也只能给九成作医 任由九成将灵溪带回去 九成急匆匆地走进房间 立马让灵溪关注了房门 刚刚普化之所以查不出来 九成使用秘术强制 压制了灵溪的魔器 这也使他寒急再度复发 稍作休息才有所好转 灵溪如今也对自己的身份有所质疑 魔道在抓她 先借再审她 她问九成她到底有什么问题 九成却不愿多说 告诉灵溪无论什么事 她都会陪着灵溪一块扛过去 四日九成前往大殿议室 灵溪昨日什么都查不出来 今日也会正式在殿中宣告结果 灵溪前告诉灵溪等她回来 便一起去同吉渊 远离这是非之地 灵溪满是激动 想着终于可以过上万年的二人生活 却不知危险正在逼近 白泽立马发出了警惕 但是灵溪刚回头 便直接被迷晕 白泽也直接被鸡飞直接昏死 灵溪被乾坤带渐渐地收了进去 当九成回来看到昏迷不醒的白泽兽 立马有种不祥的预感 顺手将白泽唤醒 便赶往寻找灵溪 瞬间化作无数分身 寻遍了每一个角落 却找不到一丁点灵溪的气息 紧速来到南天门 寻查了今天前来人员的记录 便匆匆离去 九成前脚刚走 却刚好赶上爱慕九成的玉离仙子 来送温暖 四处寻找九成无果 却在灵溪的房间里发现了 上次她送给九成治疗寒疾的九龙神火罩 没想到九成竟然转手就送给了灵溪 并且散发着魔器 当即便将其带走 想着九成回来了问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半道却被袁童撞见 当得知是从灵溪房间找到的 看着这赤裸裸 灵溪身怀魔器的证据 袁童已经安耐不住内心的欣喜 袁童有诱事 求见天君 灵溪昏昏沉沉的 从乾坤带中醒来 发现周围一片黑暗 立马启动了天恒神沙 下一秒竟然从空中直接掉落 神定之后 才发现此人是南极先翁的关门弟子清源 二人肃无恩怨 灵溪不知道他为何要和自己过不去 殊不知眼前之人已经投靠了魔君 本意是想将其带入幽都山解开魔君的封印 此时九成也发现了灵溪的气息 迅速俯身向前却为时已晚 灵溪被一脚踹下了悬崖 九成一巴掌将清源扇飞 立马也跳了下去 飞速抱住了已经昏倒的灵溪 袁童把灵溪身怀魔器的证据 拿给了天地 灵溪刚回天庭便被普化检验 九成寒急未遇 虽在暗处施法压制 但是灵溪体内的魔器还是一涌而出 耳后的魔印也再度出现 这铁的事实 正死了他便是可以复活魔君的妖女 他生三戒威 他灭三戒火 灵溪已经处于死地 九成迅速离开了灵溪的神问之地 刚到房间便一口鲜血喷出 一夜无眠 思考着怎么才能将灵溪 在如此险境中将其救出 经历此事原同举报有功 曾经在南天门看大门 关生一击 调回在大殿看大门 九成为了保住灵溪性命 拿出战神印 告知天君希望可以保留灵溪一命 他愿放弃战神罢免一切神职 以最先之躯将灵溪镇压于丛林渊 此生寸步不离 这一出让天地下不来台 但九成态度坚决 天君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就在此时一生中声响起 九成的师父出关了 天尊虽五万年不出 但也知窗外事 他不忍心九成为一女子 不顾正道 他问九成如果让他一人死 换三界安宁 问他是否同意 弟子愿意 那你一死的为何他就死不得 因为他真的会死 老头子当场就气炸了 等于这半天是白咧咧了 当即便把九成困在了这里 让其想通了再出去 没有九成的守护 灵溪被盼在紫云台处死 得知之后 青瑶当时就坐不住了 直接迷晕了 看守了所有的天兵 要将灵溪解走 但是灵溪却不愿意离开 他怕拖累青瑶和爹爹 他认为九成一定会想办法救他 傻丫头 凡射击魔祖 除了止气 谁敢面试天条来救你 快点跟我走 我走 青瑶没办法只能将其迷晕带走 但是他们前脚刚走 袁同便缓缓出现 直接杀掉了所有守卫 把这个锅推到了青瑶身上 他为了袁家重振辉煌 已经不择手段了 青瑶医官 毒杀诸仙 乃是小仙亲眼所见 你胡说 青瑶医官绝不会如此 云峰一直在追求青瑶 所以他想要前往 却被天军禁足 青瑶带着灵溪 刚与父亲会合 袁同便率天兵追到此地 无奈众人也只能分头逃离 袁同弃灵溪不顾 紧盯青瑶 并且刀刀致命 狠下死守 他今天必须杀了青瑶 才能死无对证 在命悬一线之际 云峰担心媳妇安危 用灵魂出窍的方法 逃出救了青瑶一命 此时的灵溪和乐伯 也与魔族相遇 只有灵溪可以复活魔军 天庭要杀了灵溪魔族 怎能善罢甘休 乐伯虽然医术高明 但是仙术却不咋地 在魔刀之下片刻功夫 已是遍体鳞伤 灵溪更是一招都扛不住 此时的天尊 还在对九尘巴拉巴拉的 讲个不停 询问九尘十万天兵下属 都能杀 为什么一个女子 就下不去手 九尘也是失去了耐心 告诉老头 你轻刀你了不起 你为了天地云云众生 你让我杀了我媳妇 是从先法超成 不是弟子文记 但那毕竟是师尊的道 不是弟子的道 总之 只要是对我媳妇不利的我 都不想听 说吧 对师父三败九寇 迅速离去 只剩天尊摇头晃茂 哀声叹气 九尘最终也算赶上了 一招击退了钟浩 他让灵溪带着乐伯先走 便与众浩拼杀在一块 灵溪带着爹点 没走多远乐伯 却身子一软瘫坐在地 他知道他的伤很重 已经扛不过去了 他快速诉说着自己的遗言 告诉灵溪 他已经又准备了一处 与世隔绝的桃灵 往西三千里那片海岛边市 上面有位不靠谱的固友 让灵溪对其威逼利诱 便可安然必逝 上面的桃花 和我们的桃花一样 爹爹会化作一缕仙魂 永远守护你 并且告知了灵溪并非他亲神 五万年前 什么大战 爹正好路过 又不是 当时 就是一座画了 爹就在那个时候 捡到了你 你那个时候 就这么大 乐伯用尽全身的力气 要把灵溪赶走 但是灵溪怎么可能独自离开 已经哭得撕心裂肺 就在此时 袁童也找到了此地 灵溪跪着请求 袁童不要伤害他的爹爹 但是袁童好不容易 抓住的机会 则会放弃 当初他的母亲 因灵溪而死 家族荣耀 也因灵溪而破灭 今天九成不在 他势必让灵溪一家老小 错骨扬灰 不留余力地攻向灵溪 可灵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一剑挥出灵溪 便躺倒在地 乐伯见女儿有危险 用尽全身力气 拼到了女儿面前 但也是尤尽灯窟 没有任何还手的 眼睁睁地看着父亲 惨死在自己面前 灵溪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乐伯已死 灵溪的封印也被解除 一瞬间双眼发出红光 灵溪的真身竟然是只凤凰 袁童还未来得及反应 只听一声凤凰的鸣叫 夹杂着怒火 直接被击飞三千耳 而灵溪也直接脱离 缓缓瘫软在地 灵溪苏醒之后 已是深夜 父亲已经浑身冰凉 没有一丝气息 灵溪就这样呆呆地 看着父亲的尸体 不停地流着眼泪 就在此时耳后的魔印 却传来阵阵痛意 魔君的声音随之在耳中响起 当精力大悲 魔君寥寥数语 灵溪便再次入魔 父亲的尸体 缓缓化作虚无消散 他也没有了任何心痛 听从着魔君的召唤 如同走肉般 缓缓走向魔君的所在之地 灵溪 到我这里来 他掏出了自己的心脏 只为了救所爱之人 不久他便会生机耗尽 形神溃散而亡 而他的爱人得知之后 也以同样的代价 要为九尘换来一线生机 最终的结局 却是灵溪万念俱灰 自枪于九尘剑下 并且发誓永生永世 从此相望 灵溪亲眼看着父亲 惨死在自己面前 万念俱灰下 魔君趁其心灵脆弱 蛊惑让其帮魔君解开封印 魔君被封印前为了逃脱 将本命元神注入了灵溪体内 所以他等待这一刻 整整等待了五万年 魔君归来之日 必是三界毁灭之时 灵溪现在如同走肉 听从着魔君的驱使 灵溪尽在咫尺之时 九尘及时赶到 将灵溪从魔君口中夺下 魔君的自由之梦 瞬间化为乌有 灵溪清醒之后 痛失父亲的撕心裂肺 瞬间涌上心头 他向九尘哭诉 这三界向往的天公 为何如此不公 爹爹作为一仙一生 救人无数 功允何在 这到底是什么法度 到底他们妇女犯了什么过错 如此天理不容 这让身为战神的九尘 也一时遇色 只能将责任推给自己 只恨自己对灵溪的保护不周 如今灵溪的身份已经公开 三界已无力追之地 他身而为神 不仅要为灵溪负责 也要为他守护的众生负责 思考再三 也只能将灵溪带进了索妖塔 这里是三界最森严的地方 但是对灵溪来说 只有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索妖塔内 妖兽窝斗在这里 看守了七万年之久 名为看守 实则因为被人陷害 被关押至此 并且被剥夺了五十 这七万年来 小妖长幼 为了控制窝斗 从中作梗 谨慎而识 迟迟不能恢复 窝斗见九尘至此 立马卑躬屈膝 而九尘不想多生是非 没有理会 便直接带着灵溪 前往索妖塔的最顶端 长幼立马开始搬弄是非 刚才他终于瞪眼睛了 他肯定是瞧不起你 还在心里骂你了 我都圈圈了 我当然知道他瞧不起我 他是战神 骂我又怎么了 索妖塔的顶端 九尘为灵溪 找了一处僻静的角落 将自己的一丝神力 注入了长生节 并且叮嘱灵溪片刻不离身 随后为灵溪打开了一处结界 只要灵溪在结界之内长生节 便会护灵溪周全 灵溪虽不愿与九尘分离 但是维京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九尘在离开前 看了一眼 镇压重腰的神龙顶 若有所思 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九尘前脚刚走 窝斗便找到了灵溪 索妖塔内 就算他是看守都要戴上锁链 而眼前女子却不受禁锢 并且尚先对他举止亲密 好奇的询问 被关在这里的原因 灵溪万分恐惧 缩成一团沉默不语 大人 大人 大人他说 他连嘴都没动 怎么说话 本座是笼子 他不是瞎子 窝斗见灵溪 依然不敢说话 用行动 告知了灵溪 他在这里的权利 九尘的结界 竟然对他丝毫不起作用 直接便走了进去 灵溪满是惊恐 立马询问窝斗 有什么目的 窝斗立马恼怒 向灵溪发起了攻击 却被灵溪手中的长生结 挡了回去 窝斗拿灵溪没办法 也告知了灵溪自己的目的 告诉灵溪 只要他献出自己的耳食 他便愿意为灵溪结束痛苦 摆脱这无尽岁月的苦难 灵溪听到更慌了 殊不知索妖塔内中妖 被无尽岁月折磨 求死才是最奢望的事 九尘也没敢停歇 找到了知识最为渊博的思命 询问有没有什么物品 可以代替神农鼎 去镇守索妖塔 思命告知 能与其代替的 只有伏西谷吃油刀 与女娲食 可是前两样 已经不知所踪 思命当说完 立马意识到九尘的目的 紧速追上抱住九尘的大腿 便不肯放开 劝其为云云众生考虑 九尘连师父的账都不买 怎会听思命逼逼 衣袖一甩 直接离去 九尘当即便折回了索妖塔 把白泽的禁锢解除 白泽立马便围如小山般的巨顺 直接对索妖塔的石门进行撞击 周围的天兵闻声 也迅速聚集此地 白泽已不知所踪 九尘已让他们去福音殿 一世为借口 把天兵全部支开 而他再次打开了索妖塔 神农鼎可以炼花万物 也可困手万物 只要用神鼎守住灵溪的真灵 并且重塑灵溪肉身 将其送往凡间利劫 洗出魔器 才可让灵溪有一线生计 神农鼎刚有所松动 镇压在顶下的竹鹰 立马借机逃了出来 对着九尘便发起了攻击 竹鹰人面蛇身 神通极为广大 相传事为重 明为夜 吹为东 呼为下 虽被无尽岁月镇压于顶下 实力仍不能小觑 几番回合下来 九尘已身受重伤 最终显向还生 才用昆吾剑 将竹鹰重创重新镇压 九尘也不敢再耽搁 立马将神农鼎收于手中 稍加考虑之后 心一横 手伸向了自己的心脏 随即一颗发着五色光芒的女蛙石 被掏了出来 当年九尘族人皆为除魔而亡 仅剩九尘一人生还 却心脉俱损 天尊为保住他族人唯一的血脉 不惜将女蛙石化作心脏赠予了他 并且将他收为弟子 此时常有立马骨或窝斗 让其趁九尘现在虚弱 让他杀了九尘就可以获得自由了 或斗脑子一热 便化作圆形缓缓 向九尘靠近 九尘此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只要将女蛙石化作神龙顶归位 便大功告成 此时窝斗却突然发起了袭击 他活生生地掏出了自己的心脏 只为就自己所爱之人 最终爱人却绝望地冲向他的力竭 选择自枪而亡 并且发誓你我永生不再相遇 灵溪身负魔气 三界已无他的力追之地 九尘为了保住灵溪决定以身犯险 窃取神器 帮灵溪重塑肉身 让其下凡历劫 灵溪才有活着的希望 但是神器九龙顶却是镇压万腰的法器 只有自己的女蛙石心 才能将其替换 但是没有了心 她也将在不久的将来 神魂静散而亡 费尽艰辛终于拿到了神龙顶 当准备用自己的心脏 将其替换之时 一只巨妖却向她发起了攻击 但是还是小看了九尘 九尘单手便直接将其拿捏 重重地将祸豆摔在地上 祸豆也不敢再放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九尘将女蛙石归位 衣袖一挥 将其化作神龙顶的样子 九尘她是在堵 堵在她死前 灵溪能够洗去魔气 杜劫心声 本想直接离去 却又担心刚才的激战下到灵溪 于是稍稍蓄力一跃而上 刚来到顶层 便一口精血走出 她立即用手擦去 装作无视的样子 找到灵溪 告诉灵溪不要怕 她会一直保护着她 往后可能会发生一些 让灵溪不能接受的事情 让灵溪一定要相信她 便匆匆离去 九尘前脚刚走 霍豆便找到了灵溪 告诉九尘快要死了 刚才她背着你吐了一口血 那口血正是她的心脉精血 她妄动神农顶 不得不挖出 她来以保命的 女蛙石心治愈阵眼 这样才能继续镇压竹阴 没了这颗石心 要不了输日 她便会耗尽生机而死 你胡说 灵溪嘴上不相信 但是内心已经伤心到了极致 霍豆也看出了 灵溪心系九尘 便再次提出交易 只要灵溪愿意献出她的耳石 她可以用自己珍藏的火金 进行交换 此屋不仅可以代替 女蛙石柜九尘续命 也能彻底治愈九尘的寒疾 霍豆的话 灵溪虽然半信半疑 但是万一可以治好九尘的寒疾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灵溪没有任何犹豫 换 你可别后悔 一大开始 你再也听不到声音半分 你的世界将会是一片沉寂 只要能治好神尊的身体 我什么都愿意 取出耳石的过程异常痛苦 灵溪咬破了嘴唇 依然在坚持 最终在耳石取出的那一刻 灵溪还是无法忍受疼痛的耳朵 或豆没有骗她 狠手信用地将火金交给了灵溪 并且告诉灵溪 她将在一两天内完全失聪 从此将听不见任何声音 灵溪将这珍宝呵护在自己手中 缓缓昏死过去 此时的云峰也发现九尘的生机 一直在溃散 但是问其原因九尘却不愿多说 云峰强制为她检查才发现 九尘脉搏全无 她那颗女娲石心也不见踪迷 瞬时间声音变得颤抖 你的心呢 你的女娲石心呢 你把你的心放哪了 再次逼问九尘女娲石的去处 不然就将此事告诉师父天尊 九尘无奈 手一挥神龙顶出现在云峰面前 云峰瞬间也猜到了来龙去脉 云峰也知道她劝不住九尘 便问九尘能为她与灵溪做些什么 并且一同协助灵溪下饭肚结 喜剧魔器 但是灵溪被重塑的肉身下饭 无法经受喜仙池的威力 但三天后是斗转心一致 子气将尽之时 正午时分 是喜仙池水威力最弱的时候 只有抓住这个时机送灵溪下饭 才有一线生机 否则就要等上百言 灵溪和她都没时间了 所以这次出现任何细微差错 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就在此时在万里之外的山林族内 山林族女王被国师告知 她丢失了五万年的女儿找到了 五万年前 游毒山口 你的孩子 她没有死 你知道她在哪儿 天宫 她叫灵溪 四日灵溪被提审 本身十分胆怯 但是听闻九尘也会到场 立马将心放了下来 庭审之上 天君询问台下众神 被生性善良 却深藏魔器的灵溪该如何处理 天雷率先跳出来 灵溪自从现身 她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这小妖一定是和自己八字不合 专刻自己 所以早已是做眼中钉肉中刺 哪能放过这大好时机 所以直接提议处死 令人意外的是 平时和灵溪叫好的云峰 也出来和天雷复议 这让灵溪满脸不可置信 随后众仙也纷纷复议天雷 灵溪顺时间心里没底了 但灵溪毕竟是九尘的人 于是天君想问问九尘的意思 灵溪立马满是期待 九尘说过一定会保护自己 但是九尘的话 更是让灵溪绝望 陈复议 神尊 你说什么 天雷都不敢相信此话 出自九尘之口 如果不是九尘 一直把灵溪踹在怀里 这妖女早就死了几百次 九尘却到处 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利用灵溪 就是为了用灵溪引出魔族余孽 好一网打尽 到此灵溪耳朵内 突然发出笑声 她的耳朵彻底听不见了 哀慕大于心思 也许现在听不见任何声音 才是对灵溪的眷慕 回到牢内 灵溪已经哭成了泪人 爹爹死后 她把九尘当作唯一的依靠 她不明白九尘为何要利用自己 抛弃自己 亲人的离世九尘的背叛 让她肝肠寸断 但是她也好恨自己 就算如此 她依然深爱着九尘 九尘知道灵溪性格胆小 害怕白天的话 吓到灵溪 所以想前去给灵溪解释清楚 但是天君已经下旨 灵溪明日即将要被处死 所以不能再进行探视 九尘无奈 只能在索妖塔外 对灵溪进行传音 解释了白天的一切 可惜这些灵溪听不到了 这一切都听在了霍多的耳朵 好感动啊 可惜你听不见 四日灵溪按照流程 被带到刑场之上 灵溪面如死灰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九尘不断地在心中 复盘着如何拯救灵溪的流程 时辰一道普化 渐渐提起了诛杀令 就在此时天君却下令停止行刑 天雷从来没这么明白过 当场就跳出来 今天灵溪必须死 天王老子来了都不顶用 天雷真君 我说的 即刻行刑 行刑即将开始 灵溪对九尘做出了最后的败别 胆谢相识以来对自己的照顾 虽然是另有目的 但是自己确实体验到了 这五万年来从未有过的爱 并且还回了九尘赠予她的长生节 当九尘接过的那一刻 灵溪欣慰地笑了 她已经把为九尘续命的火金 放入在长生节之内 这是可以为九尘最后做的一件事 灵溪带着沉重的镣铐 缓慢地移动着身体慷慨赴死 九尘亲自喊出了行刑的命 就当这即将行刑的那一刻 天地又一道旨意传下 务必停止 行刑带灵溪回殿内 此时九尘却慌了 立刻望向普化示意让其下令 普化却只摇头 老头可不敢硬刚天骏 灵溪下凡的时间迫在眉睫 错过了一切付出 全部复制东流 这让天雷都看不下去 杀人不过头点地 这来回折腾不是折磨人吗 九尘缓缓召唤出昆吴剑 灵溪满眼的不可置信 他爱的男人 竟然不愿自己在这世上多活一刻中 我记忆注定要死 我毕竟让你的身 都走失 绝望中灵溪冲向九尘的长剑 一丝良意从灵溪脖子一滑而过 顿时鲜血喷涌 灵溪如灵魂被抽离一般缓缓躺堡 九尘迅速将他揽在了自己怀里 灵溪临死之前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从口中挤出自己的遗言 随后便浑身一软 在九尘怀中失去了一切气息 九尘此时心中五味杂陈 当灵溪的母亲感到之时 已经为时已晚 他找了女儿五万年 没想到 终于相见之时女儿 却行神俱灭 看着她在自己眼前缓缓化作灰烬 刚生产完的女子被父亲追杀 无奈将女儿藏于草丛之中 却不知这一别就是五万年 当再度找到女儿那一刻 却亲眼看着女儿死在剑下 行神静散消失在自己眼前 而九尘为了聚集灵溪的真灵 也燃尽了自己最后一丝神魂 最终气息全无 一切都交易了天命 五万年前 灵溪与外族男子相恋 并且诞下一名女婴 但她作为凤凰一族 身为一国公主 父亲怎能让如此高贵的血脉 被外族污染 为了保住孩子 灵溪只能抱着孩子先行离开 最终带着孩子 逃至一处避风的山坳 由于担心丈夫的安危 也只能万分不舍地 将孩子暂放于此 临行前将丈夫赠予的定情信物 一枚长生结放置在女儿怀中 为女儿打开一处结界 便紧速折回 途中刚好遇到 前来帮助自己脱困的锦修 便将女儿的位置 告诉了锦修 让其迅速返回 锦修苦苦寻找 也终于看见了 躺在草丛中的孩子 却不知此处 刚好是神魔的决战之地 伯军的坐骑吞天兽 也和仙剑的神兽 各守其主相互厮杀 锦修也顿赶此地危险 立马就要带孩子离开 此时神兽撞击山体 顿时垮塌 根本不给锦修靠近的机会 锦修奋力一跃才保住性命 但是山体垮塌极为凶猛 片刻间婴儿 便被买于巨石之中 锦修无奈最终只能奋力逃命 而赶回的灵月 也没能保住丈夫一命 丈夫闭眼之前 口中还不停地念叨 一定要保护好 他们二人的结晶 这杀夫之仇 灭子之痛 灵月直接与父亲反目 在锦修的帮助下 顺利地推翻了父亲的政权 最终将其关进了傅灵渊 每日受恶灵私药之苦 不再顾妇女之情 灵月虽已成为异国之主 但是对政权却不感兴趣 于是封锦修为国师 负责全国事务 自己整日进入回忆的伤痛 但是有一日与锦修议事 女儿的长生节 却从锦修的怀中掉落 让她立马一惊 脸上瞬间变得无比难堪 本想询问锦修 却突然想到锦修全族 皆被父亲所屠戮 认为是锦修故意杀了 刚好遇到了一个热心肠的仙女 仙女走后便捡到了这枚长生节 感觉小仙女十分有趣 便将此物留在自己手中 而灵月为了寻找孩子的下落 前往了南极仙洲 南极仙翁通晓一泄天机 于是便请南极仙翁 给孩子算了一挂 问问孩子是否还存留于世 他的孩子乃是灵足 寿命漫长 粘不起来消耗巨大 需要六十年一个甲子 才能补挂成功 所以直接让弟子护法 在补挂的过程中 灵溪为救九尘 刚好前来求取水月顶 也在水月顶无穷的变换中 看到了未来的种种 但是什么都没仔细看 就看到他和九尘亲嘴那一段了 此时南极仙翁不挂 也接近尾声 灵月寻女 急切不停地催促着仙翁 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 孩子不在天宫 不在凡间 不在仙灵足 也不在青丘 灵月立马就慌了 人未死却不在六界 那到底在哪儿 他 就在此处 此时的灵溪 已经拿到了水月顶 化作一只丹鸟消失得无影无踪 众人迅速寻找 却是一场空 南极仙翁告知灵月 此乃命数 时机未到让他再等等 怎奈天命不仅弄人 也弄六界一切生灵 往后的日子里 灵溪数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母女二人也是失之交臂 直到一日 灵溪被仙族和魔族通缉 景修在背后 霍兴尼光火候 竟然发现了灵溪的真身 是一只凤凰 立马意识到 灵溪就是灵月的孩子 景修也是陷入了 深深的自责和矛盾当中 曾经自己全族 被灵月的父亲所图灭族 后来他与灵月合作 灵月答应他 只要帮灵月推翻他父亲的政权 灵月便会杀了他父亲 为景修的族人报仇 但是灵月却暗自将他的父亲 藏入了傅灵月 这在景修心中永远是个词 只要他想 随时都可以推翻灵月 自己成为一国之主 但是他也经历过 全族被灭的伤痛 不愿牵连无辜之人 所以多年一直隐忍 又想起来 曾经灵月得知孩子已死的那一刹马 肝肠寸断满是心痛 失去亲人的痛苦 和自己曾经如此共鸣 若扫手不管 世间的事 都可以与我无关 最终决定还是将灵溪的事情 告诉了灵月 灵月迅速赶往仙界 但是此时的灵溪因身怀魔种 已经被押入了刑场等待处决 当天君知道灵溪是山灵族的公主 便立即下旨停止行刑 但是九尘必须要杀掉灵溪 她为灵溪已经压上了身架性命 只有灵溪生死 用九农顶重聚灵溪的真灵 送下凡间肚竭 才能洗去魔气重生 并且时间紧迫 错过她不仅白死 灵溪中有一日 还会将魔君唤醒 心意横直接逆指 下达了诛杀令 当灵月赶到之时 灵溪已经死于九尘剑下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我找了你五万年 灵溪 谁能想象给一个绝望中的母亲最大的希望 又在希望即将达成的那一刻 看着这个希望化作泡影 灵月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一洗一杯 这催心抛肝的痛 顺时间心脉俱损 一口惊血 从体内一涌而出 缓缓躺倒在地昏死过去 殊不知 这只是她悲剧的一个开始 回去之后 她将女儿的死 全部归结于锦修头上 以莫须有的罪名 将锦修投掷于地牢当中 虽然锦修极力解释 并非故意隐瞒公主在世 但是灵月已经被仇恨占据了理智 锦修也将心中的不满脱口而出 而灵月落井下时嘲笑锦修 为了自己活命出卖自己的父亲 导致全族被图 虽然主仆已经撕破了脸 但是锦修依然对国事担忧 灵月从不过问国事 魔族早已对山林族蠢蠢欲动 一旦被魔族得知 他这个顶梁柱不在了山林族威夷 事实与他料想的如出一辙 当魔族得知消息之后 仅仅一天之内便攻入了山林皇城 灵月不愿束手就擒 取当魔族的傀儡 直接一跃跳下了傅灵渊 而一只与魔族抗衡的锦修 身在牢笼虽如鱼肉 但是依然不屈与魔族 不愿做魔族的走狗 最终被钟浩打入了气根白骨钉 封了气海毁了仙树 仅有凤凰一族才能将其拔出 并且被戳瞎了双眼 而如今仅有的两个凤凰族人 灵月跳入了傅灵渊 而灵溪已经死于九城剑下 另一边九城送灵溪下凡的计划 并没有那么顺利 由于灵溪不知道九城的计划 最终选择自枪而亡 被九城充满了恨意 最后一缕魂魄 始终不愿归于底内 九城为救灵溪 已经失去了女娲石心脏 本身就在行神溃散的边缘 刑场之上 作真身一飞腾空 九城首次展现出自己的真身 乃是上古神兽应龙 在龙的威压下 强制将灵溪的最后一缕魂魄 归于顶中 再三确认灵魂的完整性之后 九城用尽最后的神力 一道白色火焰从口中喷出 以燃烧神魂为代价 驱动九龙顶 为灵溪重塑了真身 重塑完成之后 九城也以大线将至 从空中滑落 但是他却万帆不舍 努力地挥动着翅膀 再次腾空 围绕着灵溪 看了灵溪最后一眼 虽恋恋不舍 但还是重重地摔倒在地 以再无丝毫生机 母亲拿起枕头 要亲自捂死自己的孩子 孩子是天上的仙女下凡 却不曾想降世的第一天 便迎来了危机 就在即将得手之际 窗户突然打开 并且有一人影 若影若现 随即消失 母亲立马吓得一声尖叫 但是向窗外 查看已经空空如也 母亲鼓起勇气 想要再次对孩子下手 此时刚才的人影 却直接出现在她的面前 母亲侠呼喊 却被扼住了脖子 神秘女子劝导女人 子女皆是缘 而缘分从无实权实美 与其伤其性命 不如既得行善 顺其自然 随即手一挥 便消失在女人面前 灵溪因身负魔种 九尘不惜逆天行 财涉局将其送入 凡间利劫起聚魔器 然而灵溪死前 为了给九尘续命 献出了自己的耳食 所以出生之日 便天生残疾 被亲生母亲丢于慈幼局 就在当晚一女子 无孕妇之身 却神情夸张 喊得撕心裂肺 门外的婆婆更是着急 儿媳已经在屋内 生产了整整一日 丹溪儿媳难产 一时两命 万分交集中 一名婴儿 从窗外被丈夫 小心翼翼地递入 生孩子 原来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孩子终于是生出来了 这两夫妻也是逼不得已 丈夫已是不惑之年 二人始终却不能孕育 一而半 虽百孝为先 但无后为大 婆婆整日沉闷不语 于是为了安慰婆婆 夫妻二人 便导演了假父生子这出戏 虽然只是个女婴 但是婆婆依然乐此不疲 让儿媳再接再厉 下次必定是个儿子 默默守护的九成 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 也十分安慰 便放心离去 但不久 下人不小心 打开了盘子 母亲怕惊到孩子 立马就是一顿训斥 但是却发现孩子 却无动于衷 瞬间心中起疑 于是又拿了个花瓶 直接摔碎于孩子面前 更是印证了自己的想法 顿时心中一凉 立马抱着孩子四处寻衣 青瑶为了方便守护灵溪 在附近开了个医馆 顺便悬壶济世 林夫人也文明找到了这里 但是经过青瑶诊治 却是先天性而及 青瑶乃天上的遗仙 竟然也束手无策 林夫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也对这个孩子失去了信心 当婆婆得知之后 更是撕下了脸皮 孩子先天不全 家门不幸的原因 全部归结于儿媳 喂娘看 你是时候在那一切了 林夫也是对这个孩子心生贤心 心一横便想将这孩子 无死一了百了 青瑶白天看到 林夫失望至极的神情 心中放不下前来查看 刚好看见了 差点历劫失败的林曦 孩子虽天生武士不全 但是父亲却生性善良 没有丝毫嫌弃 只要看见孩子 便是无尽的欢声笑语 并且为孩子取名林末 而青瑶满是疑问 便找到了九成 询问九成是否知道此事 私命满是心虚 当场宣布 这不是他私命殿下的伴子 当初林曦的灵魂和肉身 都是九成亲自所具 自己肯定不会出现问题 立马就要下凡亲自查看 但是却被私命拦住 私命担心九成会扰乱林曦的命数 九成从来不听两个人的话 第一个是师父天尊 第二个便是爱嗲嗲的私命 告诉私命自己有分寸 并且让私命去查清事情的缘由 查不出来 你这私命店也不用再开下去 便匆匆离去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 转眼间林曦已经是个半大的孩子 由于天生的耳急 父亲常年外出 林默在家中 也是每日收妹妹的排挤 父亲虽然每次回来嘴上不说 但是心中也知道林默心中的委屈 十分心疼这个董事的孩子 于是每次外出归来 必定要带着林默 来到他们的秘密基地 给林默带来吃不完的零食 此次回来 更是给林默买了一个大金锁 望着这苦命的闺女 满脸的宠溺 但次日这个礼物 就被妹妹发现了 趁着阿默睡觉的间隙 直接将其偷取 次日更是光明正大的 在阿默面前显摆 她心打了对镯子 是用她脖子上的金锁打造的 小雅伯 我告诉你 你就不配有那么好的东西 以后小心点 不要惹我 阿默虽然从小逆来顺受 但是还是心中生起一丝委屈 站在暗处的那只老牛 为了哄媳妇开心 小手一挥 桃树立马开满了鲜花 谁说老男人不懂浪漫的 阿默看到之后 心中的抑郁也立马一削散 九尘见这招好用 便一直用 直到林末十九岁 桃树每年在林末生辰这天准时开花 林末已经把这棵桃树 当作了自己的守护神 每天对这棵树细心照料 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一棵不会说话的树 却有道不尽说不完的情谊 这日林傅的好友 向林家前来提亲 林妹满是娇羞 心里已经藏不住 满脸的沾沾自喜 她宋承恩的儿子 相貌好 人品好啊 可是我们家丈儿也不差呀 但是林傅却听着母亲的话 越扯越远 立马知道他们搞错了 直接把阿末拉了过来 宋家要取的是我们的阿末 他又聋又哑 宋家怎么会要他 取妻取嫌 宋家觉得阿末 善良 孝顺 不可能 我不信 此时不开心的不止是林妹 神自欺怒 这可不怪小仙 灵溪杜劫所力何事 乃是冥冥之中自有注定 与小仙没有丝毫干起 本尊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私命瞬间大喘粗气 活了几万年 最近几天总觉得多活一天赚一天 下一秒 私命被拉着鼻子下凡 私命告诉九成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命不所说 灵溪此生未有嫁娶之命 也就是说神尊的头发 依然乌黑亮丽 然后巴拉巴拉的 给九成做了一堆知乎折野的铺垫 告诉九成命不所述 灵溪一生不过十九载 也就是说今年灵溪就要死了 并且要经历三劫 劫劫凶猛无比 并且告诉九成不可出手相助 这是劫 也是机缘 一旦渡劫成功 不仅魔肿消散 也是不小的造化 如果强加干预 不仅会弄巧成拙 万般辛苦也皆为虚幻 他被人陷害在这里关了七万年 当终于获得自由的这天来临 却献出了自己的五十 心如死灰不愿离开 要陪伴着无间地狱勇士 导致家族从此没落 怀恨在心 不仅当着灵溪的面 杀了灵溪的父亲 并且趁着青瑶迷云守卫 救走灵溪的剑系 杀害了看守灵溪的天兵 只为把这个锅扣在青瑶头上 将灵溪一家斩草除根 但是九成又不是傻子 自己要亲手杀了媳妇 本身就没出发现 揪住了袁童 必定要为媳妇出了这口恶气 袁童躺在紫云台上 只剩半口气 袁童的未婚夫 拿着袁童哥哥的遗物传心钉 在丛灵渊常跪不起 当年袁童入魔死于九成的剑下 将袁童脱骨于九成 最终九成终归不忍 前往了紫云台 没想到袁童竟然没有一分悔意 立即让九成救他的命 告诉九成误会了他满身的正义 青瑶用毒才蛊惑他杀了天兵 而灵溪身负魔气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正道考虑 这让九成甚是无语 本尊在你的心里 是如此愚笨 直接告诉袁童 袁童十三代的没落 不是因为袁童入魔 而是毁在你的手里 袁童之所以入魔 是因为跟随他厮杀万年 杀戮过重 一时疏忽才魔气入体 而你是心术不正魔由心省 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你那么高高在上 甚至都不愿意看我一眼 可你这次无来都不会这样对他 即使他不在 也不会是 袁童虽然罪已至死 但是天地还念在袁家十三代 两千拿而战死沙场的功勋上 免其一死 关入索妖塔内 让其烂死在无尽的岁月里 但是身怀光荣家族梦想的袁童 怎么能甘心待在这暗无天日之地 霍童自从获得灵溪的耳食之后 五十俱全 也知道常佑这个神兽平日 搬弄是非 才让他做了七万年的龙子 要不是狱内禁止厮杀 早就灭了他千百次 袁童也是立马就关出了端倪 两颗糖豆便让常佑 把霍童关在这里的原因兜了底 霍童本为火神祝荣的做起 但是七万年前 祝荣率大军与魔军无知其大战 霍童却临阵脱逃 所以被九城捉拿关押至此 并且被剥夺了五十 但是霍童一直在牢内喊冤宁死不屈 这七万年来通过剥夺其他大药的五十 现已经五十俱全 只为有朝一日能够出去与祝荣对质 得知了来龙去脉的元童 立马便找到了霍童 开始了自己的越狱计划 言语之中充满了讽刺 问霍童想不想知道 祝荣的星座旗是什么神兽 告诉霍童胆小怕事 已经三界皆知 告诉霍童只因你出自中印山 天族众神已经没有人 愿意去中印山挑选神兽 这成功燃起了霍童的气氛 元童继续添油加醋 告诉霍童 听说祝荣已经大限将至 万一他要是死了 你向谁去对治这七万年的冤屈 他不会死 在这世上只有我能杀他 唯有我能杀他 我用了七万年 终于恢复了五十 就是要让他亲口告诉我 这为何要害我 你若是真的想见他 就去撞翻到神龙顶 冲出索妖塔 在他死之前 把话说清楚 下一秒 整个索妖塔山摇地动 天兵也不敢进入查看 立马去通知天军处理 九尘也立马感觉到 自己女娲时心脏的异动 索妖塔内霍童已经化作原形 拼命地撞击着震守索妖塔的酒 但是却如济于事 袁童奸计得逞 内心已经沾沾自喜 但是他竟然发现神龙顶 竟然是女娲时所化 长幽立马告诉袁童 是九尘拿走了神龙顶 把自己的女娲时心脏放在这里 这让袁童甚是震惊 到底是出了什么大事 能让仙界战神去挖出自己的心脏 还未仔细考虑 却看见牢门缓缓打开 袁童见时机已到 立马一跃而下 一副核祸斗大战三百回合的样子 舍身取义奋拥护他 袁童自己都快感动哭了 最终霍斗实力太强 袁童不敌 当场就撞在神龙顶上 差点没把神龙顶恶心死 就在此时天雷的大招蓄力已完成 一招将霍斗制服 袁童当着众天将的面 一口牙龈血吐出 完美 堪称奥斯卡般的演技 此时九尘也已赶到 在远处看着梅露出破绽 也长输一口气 经历此事 袁童戴罪立功 成功关生一击 回到祠堂 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告诉列祖列宗 闺女终于出现了 不用在天宫看大门了 抚摸着那白色的战俘 满是激动 以后可以去军营看大门了 世界是公平的 有些正义无法得到审判 自有人上门亲自审判 早上袁童刚出门 便有一只红色的狐狸 提剑站在门口 前来为乐伯报仇 但是下一秒 却浑身是伤的躺在了桃林 不过不要紧 因为差点把袁童打死 他这伤是因挑衅姿势 被天雷来了几鞭子 姐姐失一线 让其康复是顺手的事 但是袁童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乐伯曾经在药王洞 那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却惨死他手 现在所有遗仙 都是乐伯的徒子徒孙 告诉青瑶没什么大事 你这轻伤几千年便可恢复 但是每天中午会气血翻涌 实在扛不住可以吐血了事 只是 你每吐一口惊喜 将散去百年的修为 本仙子 本可以一次为你治好的 但是 本仙子不开心 才给你治好了一半 玉璃告诉袁童自己医术不精 如果不想让自己看 可以去找青瑶仙子 看他会不会一针把你扎死 以后啊 得罪谁 也都不要得罪大夫 知道了吗 袁童可能现在体会没那么深 但是拿药的时候 才懂得了此话的真正含义 这是我家仙子 给上仙准备的商药 上仙 天宫岁漫长 小仙等着看上仙 你的下场 上次他杀的天兵重 有一个是要同的哥哥 袁童如今的下场 真是天庭的狗都嫌弃 另一边私命经过调查发现 霍童的午时已经恢复 这一切有可能与灵溪尔极有关 九尘听闻迅速前去 索摇塔内 霍童心如死灰 见九尘前来 便伤神地向九尘询问 祝容真的快要死了吗 他已经死 得到回复的霍童笑了 笑声中却充满了悲怜 充满了沧桑 充满了无奈 他倒死得干净啊 可我呢 我的冤屈谁来替我分辨 他背心起意 匡骗于我 给我背上了一个 凌晨脱逃的罪名 让我在这个 不见天日的地方 一待就是七万年啊 七万年 我被夺了五十 成了耳不能闻 口不能言的睁眼下 我用了七万年 终于恢复了五十 我现在可以看 可以听 也可以说了 我就想站在他的面前 千万问他一句 他为何要害我 但是九尘的回答 却让霍童泪目 九尘告诉沃斗 祝容在七万年前 便已经死了 就是在你刚离开战场不久 并且这场战役 唯一存活的 只有你这一只神兽 你用七万年都没想明白 祝容为何要害你 那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害你 这其中的端倪 让霍童自行挺问 长达七万年的误会 被九尘一语点破 霍童已经无法控制 自己的情绪 对自己的懊悔 对自己的痛恨 对自己的无知 用了七万年 恢复了五十 竟然没看懂主人 对自己的情谊 这如瞎子又有何意 他是在保护 霍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面向和主人 并肩作战的方向 一遍又一遍地 呼喊着主人的名字 双手虔诚的匍匐在地 对主人做了 晚了七万年的败别 霍童含冤入狱 虽不是九尘直接导致 但是霍童却是九尘亲手抓回来的 九尘请求霍童还回灵溪的耳食 他将去天庭为霍童 平屈渊区 还回他自己的五十 也愿意为霍童 指引一条修行的道路 但是却被霍童拒绝 他这虽是无罪 但是自己却无法原谅自己 天地虽广阔 但是已无牵挂 在哪待着都如同牢狱 自愿在塔中修行直到勇士 并且心怀愧疚的 告诉九尘一件秘密 被这战神瓦心幻定之后 那位小仙子见你元气大伤 在我的蛊惑之下 用他的儿时换了我的火镜 想为你续命 瓦尔的过程十分痛苦 但他忍了下来 一声没刚 后来他被带去大殿审问 回来之后 又彻底听不见了 风水轮流转 现在轮到九尘心里难受了 这才知道灵溪死前 为何对自己满是恨意 灵溪仅仅听到了自己在店内 对他的恶言恶语 晚上他去给灵溪传音 都听在了霍豆的耳朵里 而霍豆只当听好戏 并未将这一切告知灵溪 九尘这才知道 灵溪当时是多么的绝望 而霍豆如今大愿已了 对世间的事 不再有任何兴趣 所以自愿献出自己的武师赎嘴 说罢霍豆直接将自己的 听觉和味觉 视觉和嗅觉 以及触觉一同挖出 交于了九尘 而霍豆也将在不久之后 世间的一切 都将与自己毫无关系 得到武师之后 九尘便急切前往凡间 将武师还给灵溪 却被私命立即拦住 当初灵溪孙是帝仙 但终究是仙 可如今她肉体凡胎 叫她如何承受得住呢 又聋又雅的女孩 却从小受神灵庇护 更惊奇的是她种的那棵桃树 每当在她生辰 都会开满鲜花 这棵桃树又要开花了吧 这还用问呢 镇上的人呢 都说大小姐 是有神仙庇护的有福之人呢 而妹妹从小就对这个 让她丢人的姐姐痛恨不已 第二天 当阿末起床眼前的一幕 让她震惊了 尖酸刻薄的妹妹 听到吓人的谈话 让她极度不已 到晚就砍掉了这棵 陪伴了她十几年的桃树 看到姐姐无比心痛的神情 却使她大快人心 呀 我差点忘了 每年你生辰 这个破桃树 好像都会开花哦 可惜啊 以后 再也看不到了 从小逆来顺手的阿末 虽然心痛 但是却只能隐忍 只因自己出生就是笼子 导致母亲饱受排挤 也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奶奶才逼着父亲那妾 阿末心怀愧疚 所以从小任由妹妹欺负 这棵桃树陪她长大 已经成为了她精神的寄托 阿末小心翼翼的 想捡起散落一地的树枝 这刚走个闺女 便来了个妈 与灵战如出一辙 落井下石 哭散个脸做什么 真是晦气 你们俩把这棵破树 给我拖走丢掉 是 阿末一路跟随 最终也只能看着桃树 被人四分五裂 心中再有不舍 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满脸的泪水 失魂落魄地离去 在背后看着这一切的九尘 又愧疚又心疼 从小林末经常被灵战欺负 为了哄媳妇开心 才每年让桃树开花 却不曾想适得其反 让媳妇再受委屈 不过不要紧 他们砍掉的 仅仅是棵歪脖子树 看老公送一片大森林 阿末如失魂般 走在回家的路上 却不曾察觉 他一路走来背后 万千棵桃树 已经在九尘的淫威之下 渐渐花开满枝头 那是丝毫不顾虑桃树的感受 一片花瓣 滑落在阿末的鞋子上 阿末这才驻足 看着这满是鲜花的桃林 震惊之鱼 已经热泪盈眶 九尘在暗地里目不转睛 时时刻刻地观察着 媳妇脸上表情的变化 这就是找个神仙老公的好处 相貌重要吗 不重要 此时的阿末已经雷震于转情 本来就不算小的嘴巴 已经咧到了后脑勺 奔跑在这万母桃林 看不完 根本看不完 原来他的守护神 还在依然寸步不离陪伴着他 九尘也欣然地微笑 露出了那唏嘘的胡茶 看到没 这便是泡妞的秘笈 哄媳妇的任务已经完成 九尘也该办正事了 他已经在货斗那里拿到了五十 但是阿末如今凡人之躯 无法承受神仙的五十 私命送给九尘一颗林种 只要在凡间 找一处肥沃的土地种下 接出的果子 只要让阿末啃上一口 便可恢复尔吉 经过九尘多方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处 纯野生的小别墅 外家超级豪华的大院子 九尘当即将林种撒下 不挖坑不买土 不数一二三四五 片刻功夫已经找出了五十数 又双手结印默念口诀 双臂一挥 破败的房屋立马焕然一新 有个神仙老公真好 片刻功夫 便又给媳妇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媳妇死劫即将来临 她已将劫后余生的物品 安排得井井有序 这日灵溪上山采药 却不小心跌入了猎人的陷阱 九尘脑子一热 立马向前便给阿末脱了困 灵溪即将重重地摔落在地 却神奇地悬浮于空中 离地半尺才自由落地 九尘也是迅速向前 阿末看到如此神奇 便立马询问她 是不是从小守护自己的神仙 九尘却摇头不语 灵溪突然想起来 爹爹给她描述的未婚夫 宋公子和眼前之人年龄差不多 就询问是不是自己的未婚夫 但九尘却没看懂阿末的手语 赶紧直开话题 阿末讲述伤了 她更是关心至极 阿末也理所当然地 把九尘当作了宋公子 九尘虽然从小守护阿末 却是第一次二人如此清静 如此大好良机 与神也不负美意 给你们撒点雨 增加点约会的气息 九尘背着媳妇 也是急匆匆地 跑到了一处遮风避雨之地 安置好一切之后 两人便你不言 我不语 就这么尴尬地坐着 就如当初第一次约会的你 想说点什么 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就这样两人坐在凉亭内 欣赏了半天的雨 雨神看给你机会 你也不忠实 于是便想罢手停雨 但是九尘却不乐意 小手一挥 你麻溜地继续 给我使劲的呲 雨就要停了 还要再下一回 雨神也是无语 你是老大 你说咋呲就咋呲 这么好的时机 九尘感觉不做点什么 确实过不去 于是拉起 媳妇换了的方向 媳妇你看 那边也在下雨 此时九尘默默地低下头 手臂已经结满了冰霜 寒疾再度复发 哪有什么雨神 九尘只是想和媳妇 多待一会儿 不惜逆天改变天气 遭到了反噬 阿末已经没有多少好日子 死结将至 必定是九死一生 所以九尘十分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相遇 该来的终归要来 四日一对皇宫的 侍卫面露杀气 拿着阿末的画像 询问着画像上 女子的住址 对 没错 他叫林木 是艺术局 林大人的女儿 此时阿末的父亲 神情紧张三步并做两步 急匆匆地 向着家的方向赶去 刚刚他在好友那里 得到了小道消息 皇宫之内太子并威 本与民生并无关系 但是大师开谈作法 算出民间妖女将士 命克隆子 妖女不死国运威夷 而阿末的生辰八字 刚好与大师所策一致 如今数位高官子女 只因时辰相尽 已经被处死 宁抓错不放过 不仅是冯家 还有李家和赵家 他们两家女儿 也都是那天出生的 也都被抓起来了 赵家的两个女儿 还是一对双生子啊 灵妇神定之后 立马往家里赶回 冲向闺女的房间 却发现房间 已经空无一人 父亲将迷药混于饭菜之中 趁女儿昏迷之际 要亲手将她杀掉 随后眼含热泪 将女儿放在竹筏之上 虽有万般不舍 却果断地割断了 竹筏相连的麻绳 下一秒竹筏散开 亲眼看着女儿 口鼻进入水中 父亲已经不敢再看 立马扭头 已经气不成声 他不得不这样做 只有杀了女儿 才能保全全家的性命 女儿虽又龙又雅 但是父亲 却从小对他宠爱有加 几乎为了这个女儿 可以说是亲近了毕生经历 却不曾会天降横祸 只因天朝太子重病 巫师算出 五月初三妖女将士 如果不出国无宁日 只因一句话 同日出生少女全部处死 灵妇的女儿 刚好也在其中 灵妇得知之后 迅速赶回家里 拉起女儿 来不及解释 立马要将女儿 藏于避难之地 但是此时已经来不及 官兵已经暗图所记 拿着阿末的画像 找到了这里 家人立马满是惊恐聚集在一起 最终大门 直接被官兵强制撞开 官兵如同死神般 俯视着脚下的众人 但是所跪之人当中 已经不见阿末和灵妇的影子 此时的阿末 已经被父亲带到了 曾经专门为他打造的秘密基地 曾经阿末 总被妹妹欺负 自己又长年不在家 为了独宠阿末 所以便暗自打造了桃林小众 每当回来 便会给阿末 买来无数的礼物 带到这里 没想到此时 却成了避难之地 季妇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爹都会保护你的 但他这集中之策 却也将全家 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灵妇急匆匆地回到家里 官兵询问阿末的去处 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便谎称阿末 已经士族坠入河里淹死 但是这拙劣的把戏 怎能瞒得过官兵 林老太太一听此话 直接心口一紧昏死过去 而官兵并没因此而动容 直接下令去河中 搜寻阿末的尸体 如果找不着 也只能将老二闺女 拉走处死 林湛从小欺负姐姐无数次 万万没想到 这报应 竟然是把她这条小命搭进去 大人使不得 使不得呀 现在已经陷入了死局 林老太太刚刚恢复 便逼着林妇将阿末交出去 而小妾也抱着大腿 哭天喊地 林母无奈 也只能说出了 隐藏了十九年的秘密 阿末 不是五月初三生 阿末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只因二人常年未有身孕 老太太逼得太紧 才出了个笋招哄老太太开心 从慈友局抱回来的孩子 老太太听后更是激动 差点又嘎过去 小妾听后 更是逼着让林妇交出这与自家 毫不相干的孩子 老太太虽老 但去不糊涂 现在说这些毫无用处 这时候 谁能相信你们两口子的供词 林妇突然想到 曾经亲自把阿末交予她的姜萌 半夜敲开了慈友局的门 这唯一的希望破灭 林老太太见林妇依然犹豫不决 便要一头撞死在柱子上 阿末一命 毕竟关系久足安危 无奈林妇为了弥补当初自己的谎言 假戏真做 挖去这掌心之肉 将阿末溺死在河里 做完这一切的林妇失声痛哭 只恨自己无用 只能左右保其一 而在天宫中用窥天镜注视着一切的九尘 满脸的阴沉望向私命 私命虽掌管凡间命数 但是私命也无可奈何 现在是历劫的关键时刻 稍加干预便会前功尽弃 九尘也只能祈祷阿末 靠自身的意志出现奇迹 次日林战安全归来 全家都在庆祝劫后余生 只有林妇犹如失魂般无动于衷 林妇看着夫君满脸的心疼 县城向林妇恭喜林家 躲过了这场灾祸 林妇却毫无心情 他现在只想要回阿末的尸首 但是县城的回答 却让他无法接受 县城告知林妇此事 只是一场乌龙 如今太子的病 已经被一位女神医治好 妖言惑众之人 也被问斩于五门之中 至于阿末的尸体 他们也根本没有去找 县城的话轻描淡写 但是却如同刀子 刀刀扎在林妇心中 最终还是忍不住胸口 一阵翻涌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自己本来为了保护孩子的小聪明 最终最疼爱的闺女 竟然亲手葬送在自己手中 面对家人的任何安慰 听入耳中只剩阵阵耳鸣 但是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努力起身推开旁人 自顾自的大步往门外走去 面对母亲的苦苦哀求 他只能颤颤巍巍地 说出了作为一个父亲的无奈 儿子没能力保全这个家 保护好阿末 我不能一错再错 让他就这么没了 他还在冰冷的水里躺着 我得把他捞回来 说罢便不再理会个人向外奔去 却没想阿末竟然从门外跑了回来 满是紧张地检查着父亲的每一处身体 爹 你有没有受伤 阿末开口更是让他无地自容 灵妇无言 一把将阿末搂在怀中 失而复得和对阿末的惭愧 让他无以言表 昨夜阿末跌入水中不久 而后的无知情魔影感知到危险 所以强制将阿末唤醒 救了阿末一命 阿末的死结也算惊险度过 阿末见父亲无碍 便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 自己醒来为什么会在水中 灵妇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扑通一声跪倒在阿末面前 不停地告诉阿末 爹爹对不起你 灵湛不嫌事大 满是怒气地直接告诉了阿末真相 你哪里对不起他 我差点替他去死了 是朝廷要杀你 你没被淹死 算你命大 能有什么事啊 他不是没死吗 灵妇本身就一肚子气 无处发现 直接一巴掌打在灵湛脸上 这一巴掌可不得了 谁的孩子谁来疼 二娘直接捅破了阿末 并非轻生 只是在路边捡来的弃婴 阿末本身就在水中九死一生 再加上这接二连三的打击 一瞬间便浑身脱离昏死在父亲怀中 晚上面对父亲的安慰 依然将自己蒙在被褥之中 一声不吭 父亲满是愧疚 也不敢求得女儿的原谅 只能两行热泪 失魂落魄地离开了阿末的屋子 阿末见父亲离开 他忍不住咬住背脚哭泣 他不是不原谅父亲 而是看见父亲落泪他心疼 此夜阿末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而天宫中九尘被私命告知 灵溪这死劫虽已过 但这只是刚开始 余下两劫也很快会出现 无论有多苦 也要让他自己承担 凤凰涅槃向死而生 因果祸福也只在一念之中 龙牙女孩看到一个瞎子心生怜悯 便随手递给她一个馒头 却不知此人并非樊躯 男子临走前也顺手治好了她的哑症 灵末被父亲亲自腻在河畔之中 久死一生 捅破这层窗户纸之后 倒是一改往日刁钻 对灵溪里让三分 这示弱宾客的待遇 却让灵溪感觉几分身份 知道以前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 所以给父亲跪在地上 做了最后的道别 告诉父亲自己虽然是个 天生残缺的孤儿 但是遇到父亲 是此生最大的荣幸 是父亲教诲他纯语 读书识字学医用药 让自己活得很开心 所以不要因为曾经抛弃他而感到愧疚 别别依然是自己心中最敬爱的人 他决定要离开这个家 他想用自己的方式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走过这个曾经为他开满桃花的桃林 带走了一捧家乡的土 便毅然离开了这个养育了他十九年的地方 九尘一路默默地在背后注视着这一切 本想一路跟随 却被私命拦住 告知九尘天地有急事召见 九尘也只能驻足 却不知这一别西夫差点被人撬走 一路磅礴大雨 阿末发现一黑衣男子坐在凉亭中避雨 刚好坐在漏雨的地方 却依然无动于衷 男子也听闻有动静 也立马警惕起来 阿末缓缓向前把手中的雨伞递给眼前之人 但是男子手却抓了个空 阿末这才发现 对方眼不能视 当男子得知是一把雨伞 却直接把伞打落在地 告诉阿末自己不需要 于是阿末拉起了男人的手 告诉他 附近村子医管衙门的位置 但是男子也表示不需要 阿末又将一个馒头强制塞于男子手中 这次男人倒是没拒绝 将馒头送入口中缓缓咀绝 这名男子名为锦修 今天沦落至此 也可以说和上一世的阿末 有着不小的关系 如今被人戳瞎双眼 体内也被打入了气根白骨钉 费尽先例沦落至此 苟延残喘 这说不清到不明的缘分 却让二人以这样的境遇相见 但是一人没了前世的急 一人瞎了双眼 锦修临行前 用尽最后一次修为 为阿末医治好了嗓子 感谢阿末这一范之恩 便默默离开 此时的阿末 还不知自己已会开口说话 直到走到集市上 被人撞到 也算遇到了好心人 那人扔给阿末一顶银子 便直接离开 阿末本不想要 却被一大娘强制塞于手中 相互推脱之后 大娘离开后阿末 才惊奇地发现 自己竟然会说话了 此时集市上 也有一人焦急地等待着阿末 她是天上的私命 自从阿末下凡 一旦对这姑奶奶照顾不周 九成随时会拆了她的私命殿 此次下凡也是受九成所托 九成为了帮助阿末恢复听觉 寻找了一处僻静的小院 并且种下了五十树 只要阿末吃掉树上的果子 便可恢复听觉 于是私命在凡间做起了老本行 就等阿末出现 看见阿末便赶紧拦住 直呼道有你我好友先缘 非要拉着送阿末一挂 却不知第一挂 便让她犯了难 阿末捏着嗓子拿着银垫 让她算算自己 为何突然可以开口能言 这事你敢问大夫 来 姑娘坐 私命巴拉巴拉地拉着阿末 就是一顿直呼折夜地看 阿末也是硬着头皮听了半天 一会儿摇头一会点头 这是半句都没听懂 私命这才知道自己瞎砍了大半天 于是便用大白话告诉阿末 阿末骨骼奇异必有贵人相助 而贵人将不久之后出现在你身边 耐心等待即可 并且给阿末指引了归宿的方向 西北方 一山傍水 有花有树 便是你的归宿 最好是桃树 就差点阿末画个地图安上导航了 阿末一路前行 最终在海边想找大娘问路 结果大娘一回头阿末懵了 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你以为我是算命的 其实我是卖鱼的 不到一里的路 院中有棵桃树 很好认的 经过热心大娘的指引 阿末也不知道算不算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这座桃花小株 西北方向 有花有树 就如VIP定制的一般 阿末走进房间在布满灰尘的箱子里 更是找到了刚出生不久的棉被 阿末也好奇这看似老旧的屋子内 屋间为何多如新的一般 本来就是新的 你老公专门为你准备的 阿末也顺手打扫了一下 这小株之内的老演员 蜘蛛也是郁闷极了 被九尘滴流过来 吐进藏丝就为了这么一下 一切打扫干净 阿末小心翼翼的 拿出从桃林带来的家乡土 埋下家乡土 一了丝香情 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 小株内的一抹粉红 更是增加了一丝惊艳 九尘出品 果然是精品 从此阿末不要再次安家了 就在此时 景修拖着病重的身子 颤颤巍巍地摸索着 也来到此地 可能也感觉此地风水不错 于是就打开了消防栓 风水宝地不仅管住 也管埋 但是下一秒 他却躺在了阿末的房间 阿末也为他找来了大夫 但是景修却差点要了老头的命 大夫一看这形势 直呼这货不用治了 餐餐减半便可 枕筋都没收麻溜的就走了 阿末虽然好心收留景修 但是景修因过往的经历 却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警惕 所以当苏醒便迅速离开了 阿末见他衣服望望 便想将其送去 却看到景修在磅礴的大雨中 狼狈不堪 但却依然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好意 也猜出景修必定是有一段 让他无法自拔的往事 便不厌其烦地再次劝导景修 让其把伤养好再走 到此 九成为西夫准备的大别墅里 情敌顺利地拎包入住了 往后的日子里 景修在阿末的照顾下 身体外伤基本痊愈 但是唯有眼睛依然看不见 灵溪再次将上次被景修 差点要了命的大夫 请来为景修诊治 大夫的诊治结果也是无能为力 大夫告诉阿末 有些伤无法通过用药医治 就算自己是医生 自己失去味觉多年都无法诊治 这仨人也挺有意思 一个笼子一个瞎子 外加一个失去味觉的大夫 大夫让景修多吃鱼虾 也许能有所帮助 阿末近身出户 生活也过得十分拮据 却没有苦了景修 每日前往河边捕捉一点小鱼小虾 给景修补身体 景修见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为自己不辞辛苦如此照顾 就把自己曾经象征 国师身份的大金戒指送给阿末 让阿末拿去卖了补贴家用 阿末也看出此物十分贵重 不好推脱就暂时将此物收了起来 阿末知道景修失明难免自卑 告诉景修今后两人互帮互助 阿末做他的眼睛 而让景修做阿末的耳朵 景修听到此话心中一暖 这几万年来也难得露出微笑 便可以治好天生的耳机 而这一切阿末当然不知道 看着这满树的桃子没舍得吃 立马摘了一些 送给了一只免费未景修治病的孙大夫 孙大夫看到这硕大的桃子也是欢喜得很 告诉阿末 如果剩下的桃子怕吃不完的话 也可以酿酒 等会儿给阿末一个酿酒的配方 但是可惜了他犹豫早年常要伤了舌头 这辈子也无法尝出这仙桃的味道了 这是一棵万分神奇的桃树 失去味觉不能自制的大夫 仅仅是啃了一口 便立即恢复了被草药毒坏的舌头 而被人戳下双眼的男子 仅仅尝了一口桃果酿 煞时间竟然也恢复了势力 阿末曾经是天上的仙女 为了给所爱之人续命 献出了自己的耳食 所以下凡之后的他天生残疾 虽然九尘得知之后拿回了耳食 但是如今阿末凡人之躯却无法承受 于是私命给了九尘一个折中的方法 将一颗灵种和五十一桶种在了阿末的院子里 只要阿末吃上一口树上的果实 便可恢复听力 但是离开父母之后的阿末生活十分结局 桃子成熟之后 自己却没舍得吃 送给了这一年来 对他照顾有家的孙大夫 回家后 并且按照孙大夫给的方子 将剩下的所有桃子都做成了果酿 九尘为阿末这呕心沥血的付出 就这样复制东流 阿末与养父拜别近身出户 现在也知道了父母的不义 想上街找份工作补贴家用 但是天生残疾的他 别人一听他是个笼子 便纷纷摇头 但是孙大夫见到阿末却非常喜欢 因为刚认识阿末不久 便恢复了味觉 简直把阿末当成了自己的福星 便留在了药铺打砸 在天宫中的九尘也十分想念阿末 也不知道五十树的果子 现在熟了没有 并且总是梦到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原 实在不放心 便抱着白泽下凡去找媳妇 丢下白泽 看着已经光秃秃的桃树心中满是欣慰 但是却被私命的声音叫住 九尘看到私命就烦 一看到他就准没什么好事 谁 谁说不是呢 私命慢条思理地告诉九尘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天雷真君貌似知道了 你偷了索妖塔的神冬顶 现在非要冲进去看看 还好十三拦着 这会儿不出意外的话 十三已经被捶得不成人样了 九尘一听立马便折回天庭 先额十三四千斤的混金当 面对天雷却还是差点火候 稍稍用力便被震飞 面对眼前的美人鱼 也好生不连星惜玉 一长下去十三也如出堂的炮弹 被打到直接岔起 天雷还要继续 九尘如及时雨般 感到挡下了这一击 天雷质问九尘 每天搞得那么神秘 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非要进去看看虚实 但是九尘却说 封锁索妖塔是天君的命令 天雷当然不肯相信 满是不服气 哼的一声过后 便娇羞地找天君证实去了 天雷直接待在原地 这到底是什么大事 这更是挑起了天雷的好奇 殊不知九尘偷走神冬顶 为灵溪度节 本身就是天君给九尘出的主意 法度之上是天规 而法度之外却是人情 天君三观比较正 无法光明正大的去法外开恩 便默许了九尘的主意 此时凡间的白泽 已经和锦绣相遇 看着眼前那一点点绿 一副乃凶乃凶的样子 就要把锦绣吞进肚子里 而他忘了他 已经被九尘封了真身 锦绣一拐杖下去 他便嗷嗷地跑开了 万万没想到阿末回来 竟然又把他抱在了怀里 说是在外边捡到了一只小狗 这一下有意思了 锦绣感觉神兽接近阿末 别有目的 神兽认为锦绣接近灵溪 不花好意 所以这哥俩谁也不服谁 往后的日子里阿末去上班了 白泽便与锦绣和平相处 只要灵溪回来 便立马狗杖人事 阿末也是奇怪 这狗为啥只对锦绣满是恶意 锦绣也是拿着神兽没一点脾气 不过也幸亏了这平日里 凶巴巴的白泽 竟然救了锦绣一命 晚上锦绣想运功 逼出体内的白骨钉 但是却有点太高看自己 刚刚运功便口吐鲜血 昏死过去 白泽立马找到了阿末 这家伙要是死了 平时自己在家多没意思 阿末走进锦绣的房间 也是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锦绣 并且身上扎满了尖刺 第二天锦绣醒来稍稍运功 竟然发现他的心力恢复了 满事不可思议 昨晚灵溪看到他一身的尖刺 顺手便帮他都给拔了出来 他体内的白骨钉 不是谁都能拔的 只有凤凰一族的人才能拔出 他拿着手中的白骨钉 陷入了沉思 难道是祖坟冒清烟了 让他遇到了凤凰族 沦落在此的遗霜 阿末对锦绣平日的照顾 无畏不至 锦绣早就对阿末心生爱意 但是自己是个废人 不敢向阿末表明心意 如今先例恢复 也有了照顾阿末的能力 这日趁着阿末 做的这一桌子好菜 准备喝上一口 阿末酿制的桃子酒 壮胆后向阿末告白 但是没想到 刚一口酒下肚 便出现了情况 眼睛便出现了剧烈的疼痛 然后他竟然看到了自己的手 再然后一个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他的面前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锦绣第一次在天宫中 看到他 便对他心生好感 兜兜转转 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相遇 夜晚他来到阿末房间 满是疑问 明明是死在了九成剑下 为何现在以凡人之躯 出现在这里 还未多想 便被白泽发现 他没在该呆的地 直接被白泽撵了出去 但是刚出去房门 便听到阿末痛苦的惨叫 此时的阿末已经神志不清 身体的疼痛 让他不停地翻涌 锦绣立刻为他施法 却丝毫不起作用 殊不知这是阿末的灵魂 正在遭受重创 承载着阿末真灵的神龙顶下 九成和天雷 已经站成了一团 九成已身受重伤 但一直拼命地守护着阿末的真灵 先借战神灰类 将爱人斩于剑下 而这样做的原因 却是为了保住爱人一命 才能洗去魔气 然而爱人赖以保命的神龙顶 也是镇守万腰的法器 因此他挖掉了自己的女娲石心脏 与神龙顶替换 来镇压万腰 然而这一切 终归是被他的死对头天雷真君感觉到猫腻 看到镇守索邀塔的九龙顶 竟然被九成搬回家里 以为九成这是疯了 但疯不疯 只有九成自己心里最清楚 天雷要向前去抢 九成必然是不肯 现在顶内存放着媳妇的真灵 稍有扰动 在凡间的媳妇 便有魂飞魄散的风险 只能拼死护顶 但是如今九成已经失去了女娲石 体内仅靠着火精续命 功力和从前是天壤之别 两人缠斗中天雷先利的余威 还是打在了九龙顶的底座上 九龙顶受到波及 也开始微微颤抖 此时在凡间的阿末已经痛不欲生 浑身都是撕心裂肺的疼 就算锦修施法压制也无济于事 此时的九成还在拼命地和天雷缠斗 天雷看出顶内必有猫腻 便直接向神农顶攻去 九成眼几手快 立刻挡下了这一击 也及时保住了灵溪的性命 天雷见战神 以命护顶 也难得心软了一次 不再继续攻击 九成也立刻趁着剑系 又施法增加了神农顶的稳定性 随着先利注入 神农顶缓缓下沉 凡间的阿末也已经恢复了安静 耳后一抹红光过后 魔印也再度显现出来 九成也将天雷带到了门外 九成再次告诉天雷 天君已经知晓此事 请求天雷高抬贵手 天雷本身不屑一顾 但是下一秒却让他震惊 天雷虽然是九成为死对的 但是人却不坏 九成这一跪 却直接给他整不会了 愤怒地告诉九成 他敬重九成的文韬武略 但也不持九成做事优柔寡断 天归的产生自然有他的道理 就算他不通人情 也要尽力去维护 只因九成疏忽 袁真入魔十万天兵陪葬 不悬崖勒马依然纵容袁童 导致袁家毁于一旦 虽然不知道九成现在在搞什么鬼 但是希望九成记住 做事要有个度 太过心慈手软 害自己误众生 最后告诉九成耗作文质 便直接离去 天雷实在是不明白 天帝对九成如此纵容 教育完九成便来教育天帝 但是天帝稍加洞之以 请小之鱼里之后 天雷便温顺的跟白则兽一样 反倒被天君一顿训斥 这么大的孩子了也不动动脑子 这件事只有我和九成知道 能传到你耳朵里 向你报信之人事和目的 然后又给了天雷一颗糖 告诉天雷你和九成 可是天宫的台柱子 关乎三界安危 可不要中了小人的奸解 原来此事是圆童捅出来的 当日或豆撞向神冬顶 神冬顶受到波动 女娲时的原样也暂时显现出来 圆童得知事情原由之后 看在九成维护他原家的面子上 决定给九成一个机会 找到九成哭得稀里哗啦的 向九成表白了 没错 他真的给九成表白了 并且就在当初 他要杀了灵溪的喜仙池旁边 告诉九成他知错了 他也不去恢复原家荣耀了 他只想在九成旁边 哪怕端茶倒水都行 九成忍着听完之后 扭头就走 恬不知耻的原童又追问 既然你对我没意思 为何肯听我讲那么多 以为九成还是对自己有情谊的 九成告诉原童 刚刚自己只是在想 当初灵溪被你打下喜仙池后 他经历了什么 他到底有多痛苦 本尊刚刚只是在忍耐 把你也打下去的巨王而已 九成说完 便不再理会这坨阿渣之物 原童间谍了九成机会 他又不中用 所以心一横就别怪我不是东小 直接找到了天雷告知了这一切 本想着一定能扳倒九成 只要把九成从神坛上拉下来 自己也不算高攀了 所以看到天雷从天地那里回来 已经克制不了内心的激动 便满脸迫不及待地问天雷 天雷也难得如此冷静 你不适合再留在天庭了 有多山缺一名守将 你下界去吧 原童心一凉 本想再杠一杠 但一看天雷的表情 瞬间认锁 转念一想在哪 看大门都一样 都是门 硬着头皮 便下界继续坐死去了 而九成一直忙于事物 不在喜父身边 莫名多出来的情敌 他也不知道 锦修复明之后 看着阿末是越看越喜欢 眼神也净显拉斯般的黏腻 这阿末 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 曾经有人给阿末说清 以前是自己瞎 不敢过于抗拒 但现在今非昔比了 从此便送阿末上下班 见谁都要宣示下自己的拥有权 一切都是来得那么偶然 五十树的最后一颗桃子 从树上落下 刚好被白泽看到 看着妈妈来来 不太圆润 上去就是一顿盘 阿末看着白泽浪费东西 立马就是一通教育 你不吃 也别糟蹋了 想着这是树上的最后一颗桃子 再不尝尝 就要等到明年了 于是拿去洗了一遍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 屏幕前的我都快急哭了 阿末坐在锅灶旁 烧火做饭 终于拿着这颗九尘 为他呕心沥血 量身定做 世上独一无二 独此一家 致龙致雅 幼致虾 阿末吃了 就能听到的五十果 啃了起来 龙子少女从狗嘴中 抢下一颗桃子 不曾想刚咬下去一口 奇迹发生了 不可思议地摸着自己的耳朵 她好像听到了风的声音 柴火燃烧的声 甚至树里之外的鸟叫 被听得一清二楚 殊不知她现在的听力 是来源于上古神兽祸斗的耳食 曾经她为了救所爱之人 用自己的耳食与祸斗交易 所以出生之日便天生残疾 她吃的桃子 乃是她的爱人 从祸斗那里 重新获得五十之后 为她种下的五十树皆的灵果 却不曾想专门种在她的院子内 她却差点错过 她把桃子送给了 失去味觉的孙大夫 孙大夫恢复了味觉 锦修喝了一口桃果酿 也恢复了世民的眼睛 而她想起来吃桃子的时候 却因为最后一颗桃子 太高过不着因此放弃 本以为会被飞禽所食 却不曾想熟透的桃子 自然掉落 被白泽捡到当作了玩具 阿末感觉太过浪费 于是就从狗嘴里夺了过来 吃到了这最后一颗桃子 就在此时种树之人 也来到了树下 满是沉思 这时阿末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当听到九成在叫她的名字 依然不可思议 你 你再叫我一声 九成望了一眼 她手中的桃子 也明白了缘由 再次温柔地叫出了她的名字 此时的阿末已经激动到五语云子 颤抖中带着哭声 告诉九成这个惊喜 我 我能 听到了 我刚刚 我 我刚刚在做饭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能听到吗 九成欣慰地为阿末擦去脸上的泪水 就在此时情敌也刚好回来 阿末略显肝大之后 也迫不及待地告诉锦修 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锦修看了一眼远处的护主 对阿末的祝福 更是增加了半分暧昧修饰 九成阴着脸不甘示弱 也默默走到阿末身后 表示 俺也一样 阿末微笑过后 突然感觉眼前除这俩大汗 让他无所适从 便立马以做饭为由抽身 这关键时候 两人怎能如此罢休 锦修表示赶紧做饭 让这货吃完赶紧走 九成表示 走啥走 这是我叫我凭啥走 说着就要让阿末 给锦修介绍自己的身份 阿末一阵害羞 就说这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儿子 锦修一听 就这 那你牛什么牛 九成哪肯罢休 让阿末继续说 阿末七拐八拐 才满脸娇羞地终于说出 这是我未来的老公 此话一出锦修明显 略矮半头 九成立马得意地不行 于是询问 阁下是什么东西 这时候锦修怎能认怂 表示姑娘虽然名花有主 但是最近都是我在送图 下一刻两人同时转身 把主动权交入了阿末手中 就问我俩 你为谁留灯 阿末已经闻到了 这空气中丝丝火药味 表示狗饿了 他要去做饭了 我帮我帮你 阿末立马暂时性失聪 你们说啥我听不清 迅速撤离了战场 只剩两人四眼交锋 这才哪到哪 吃饭的时候 才到真正的交锋 阿末刚夹起来一块排骨 两人立马开始互争 俩男人争宠 这种心情谁能不 阿末脑子一转 立马把排骨放入了小白碗中 小白立马一慌 这真是要狗命了 颤颤巍巍地将排骨推向了九成 见九成拿着筷子喂他 他迅速叼着排骨 立马逃离了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阿末也好奇 自己养的狗 为何对九成如此敬重 而对锦修却从来都是巴巴的凶 没想到新一轮的较量 从此产生 九成说狗 能变奸忠 锦修却说 也可能是臭味相同 这让阿末大口窝着米饭 气都不敢再坑 二人 你来我往谁也不落下风 你说他像我们村里杀猪的 他说你像偷懵拐骗卖当的 阿末终于是忍无可忍 这才明白 还是白子最聪明 说着就去找狗了 玩归玩闹归闹 九成可不敢拿正式开玩笑 上次他与天雷交锋 让阿末真灵产生了异动 趁着阿末为他铺床的间隙 掀开阿末的头发一看 果然魔印再次显现出来 这突然的轻薄 倒是让阿末有几分不自在 但是九成却没有就此罢休 再次向阿末伸出了贤猪手 不过 却是为了隐藏阿末尔后的魔印 就问阿末敢动不敢动 锦修不放心前来查看 刚好看见这一幕 表面虽然淡定 但是心里 已经打了无数遍110 阿末 时候不早了 早点歇息 好 九成立马又叫住了阿末 表示 俺也一样 这是谁也不放心谁 最终锦修 负责关门 九成负责掌 白天比的是口才 晚上也开始展示内功 一号选手使用鼓针 率先出手 只见指锋一转 魂后的魅力 攻向了二号选手 二号选手一时大意 手中茶水 瞬间一楼 接下来二号选手 也不再客气 利用洒落在半空的茶水 立刻就发起了反攻 同样魂后的先例拐着弯 便冲入了一号选手的房中 二人你来我往完的死海 却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 白泽早就预知了这一切 本来想要去阿末屋里避难 结果就被阿末丢了出去 这会儿 只能躲在桌子下边瑟瑟发抖 阿末更是好不到哪儿 少年不知失聪好 如今辗转反侧 仅是锅灶 就这样阿末抱着大腿 一夜未免 也迎来的第二天的家食杂 小伎俩 阿末让他俩 让他去端菜 轻敌同桌 却分外眼红 只见九成微微戳动筷子 莉玛就是势不可挡的万里冰封 而锦修也并非樊区 手指微微一动便已搞定 白泽是个明白狗 知道这犯是吃不成了莉玛溜了 锦修也释放出了自己的真灵 乃是远古神兽玄鸟 但是也被九成轻松化解 小小麻雀精 别敢在这撒野 你是哪里来的山精野怪 也敢在本座面前 成熟 我休息几万年 从没见过像你这般胆大包天之辈 比年纪大吗 叫阿末端得饭的功夫 殊不知两个年龄加起来 三十万岁都不止的老男人 为了他这个十九岁的女孩 已经大战了不下三百回合 阿末也是奇怪 今天两个男人如此安静 但是下一刻 他就不会自想了 这是一场配偶争夺之战 这两个年龄 加起来三十万岁的大神 拼得你死我活 只为了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 她是仙界战神 为了爱人 正儿八经地掏心掏肺 为保住媳妇性命 不惜挖出自己 合动力的女娃使心脏 送媳妇前往凡间度节 体内只有两节五号电池 勉强续命 在天上忙死累活 为媳妇的是奔腾 下凡找媳妇 才发现多了个情敌 与自己抗衡 而她是邻足国师 被奸人所害 机缘中被阿末救得一命 但是修为不低 足以和现在的战神抗衡 虽不及战神九成 对阿末的牺牲 但是假如给她表现的机会 只要给她留俩腰子 五腹六脏想摘啥都行 后知后觉才发现明花有主 但是心花盆以备 非要给花松土 总之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没人愿意认怂 一场暂时不见硝烟的 夺气之战从此产生 俩人斗了一天没份输赢 明显景修脑袋瓜 比较聪明 大早上就等在门口 要送媳妇上工 阿末本想拒绝 但是又转念一想 家里剩下两个醋缸 万一干起来 还不把房子拆了 于是就让景修陪同前行 景修路上 做了半天心理斗争 便准备直接表白 用行动动力 但是话刚说了一半 就把天堂也给哭了 阿末左右 观望直接一脸蒙 景修是得罪雨神了吗 为何乌云只在你头顶 景修左一步又一步 确实是出了邪了 这哗啦啦的大雨 追着自己不停 蓝脸迷茫中 九尘来给媳妇送散了 好家伙 还以为脑子笨 原来在这等着呢 宋公子 秋公子 身上都淋湿了 你去换件衣裳吧 没关系 别受寒了 莱尔不枉非理也 今天 注定是不会太平凡的一天 小伎俩 九尘把阿末送到药铺 同事观大娘一脸吃惊 平时都是景修在送 这今天怎么换人了 九尘倒没有多言 告诉阿末 晚上会来接阿末下宫 但是下宫的时候 来的却是景修 阿末还以为两人兵士前衔了 殊不知两人 已经大战了 多止三百回合了 两人已经把话挑明了 既然谁都不肯放手 那就野外比武伦英雄 谁知道两个人打得热火朝天 却不知道神仙打架的场景 已经被人全部看入眼中 这俩奇祸可居的家伙 第一次看到神仙也是万分激动 上去就要拜师 谁知道刚路头就被鱼波先飞 等两人反应过来 神仙已经不知所措 两人此时已经把战场端倒了家 这可把屋子吓得不轻 只在屋内尘土飞扬 随之就是剧烈的躲动 在一阵噼里啪啦的出具碎裂声音过后 两个人引 别一前一后 直追太出房 这下好了 阿末白天担心的事情 真归是还少 在九尘去接阿末下班的路上 也是设了一路的鬼藤 虽然对九尘造不成伤害 但是却明显拖慢了九尘的步伐 等九尘摆脱了所有的障碍 阿末和景修已经逛完了商场 有说有笑地漫步在丛林中 看到景修给阿末买了的唐人 也是毫不避讳地说 景修买的东西不咋行 话刚说完唐人便洒落一地 白则上去就是两口 阿末嘴一撇 这么浓烈的活腰味 已经为自己家有所担忧 果然刚到门口家具 白头一看房子也被捅了得大哭了 阿末问极原因 二人口径倒是一致 咬死了就是年久失修 阿末直接抱起了白则 心中也暗自感叹 这狗有点不像狗 但眼前的俩人是确实的狗 真是拆家小能手 看着心烦就去遛狗了 剩下屋内的两个人 逗了两天了 谁什么身份也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你是山林族人 你是天族人 你和阿末早就相识 不是桃林中人 便是天公主 山林族中能有这身手的 没几个 能在那种情况下保住他的 也不会有第二人选 锦修果是九尘战神 你确定要与本尊相争吗 你是私战之神 罪喜争斗 那就各凭本事了 两个人为阿末争得死去过来 家在中间最难受的 还是阿末 就连修个房屋 两个人也是明整暗斗 各自使唤 谁也别想上去 你没事吧 阿末也是无语 最终无奈也是只能自己上手 阿末刚离开视线 两个人又是不死不休 都已经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时候 刚好被赶来的官大娘撞个阵阵 俩男人看着一个女人上去干活 对着两个几十万岁的神 就是一顿损 你们愣着干嘛上去扶他呀 我来 小心阿末 直接把阿末拿下来谈话来了 也看出了阿末如今的处境 阿末如今就是手打两把伞 人刚好站在漏雨的地方 告诫阿末要早做决定 以过来的人的身份 告诉阿末子偶的标准 人品好还不行 最好还是要有钱 这样一对比就好选了 临走之前 还不忘再次对着这俩人一顿筹骂 活脱脱的一对废物 便愤怒地离去 俩人也难得地安静了一跪 活脱脱的俩三十万年的废物 九成也是直扒扎嘴 但是锦修却略有所思 大娘的话 她可记得清清楚楚 下一秒便拿着她那两斤重的大拦纸 去给阿末炫富了 说自己是当官的比皇帝都有钱 但是炫富炫了一半 却突然一股邪风 波躁的活也直接扑了她一脸 衣服也直接着了起来 九成也十分乐于助人 一盆冷水给锦修交了个透心凉 不用客气 阿末到此官大娘的话 那她更加有体会了 是要做出最后的决定了 于是她直接找到孙大夫 提前预知了这个月的工资 并且做了一桌子的好菜 给俩人都说了一堆的大道理 并且告诉这俩人 这是最后一顿饭 说完便行李离开了 咱们两个就这样被打发了 是你被打发 九成虽然嘴上不承认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确实是失恋了 还好身边还有一对 文不能提笔的云风 武不能拉弓的私密 最终两人给她总结出来 泡妞的八字真言 很明显锦修早已领悟到了这一点 直接在阿末药店门口 摆起了地摊 阿末问她家里那么有钱 怎么能在这里摆地摊呢 你为什么不走啊 锦修给出的回答也是很真诚 不破罗兰家不还 阿末无奈也只能离开 一路还在暗想宋公子 应该已经到家了 还好没像锦修那样爱皮 没想到这个更爱皮 直接在家门口蹲着了 阿末见状也是赶紧关上了大门 将其拒之门外 但是她也太小看战神的觉醒了 从白天一直战到夜晚 战神也是挺会 小手一挥给自己加了长雨戏 阿末在屋内满是担心 九尘却如奸计即将得逞般笑了 见阿末打着雨伞出来了 赶紧转身 我可是很专注地在罚站 这长雨果然没有白领 下一秒便得愿以偿 喝到了阿末亲手熬的姜汤 男人多一个笋样 只要给点颜色必定灿烂 下一刻便让阿末给她擦头发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 不可能 我可以这样教你吗 阿末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 迅速回到了房间 但是躺在床上 看着刚才被宋公子抓过的手 心里已经小鹿乱撞 而九尘望着窗外 那又圆又大的月亮 这奸计算是得逞了 微微一笑 露出了那唏嘘的胡茶 封印了十万年的上古凶手 第一天出逃 便偶遇到是下山捉妖 可以看出到是人都下绿了 也不知道吧 但妖兽满是怒气 却迟迟不发起进攻 殊不知背后是一邋遢大叔 一直拉着尾巴 随后稍稍蓄力 数十顿的妖兽 便被过肩 甩向身后的屋顶 妖兽瞬间感觉不妙 撒鸭子便跑 但是还是越跑越慌 总感觉脚步声 就在身后跟着跑 星义恒眼睛一臂拼命狂飙 就在此时刚才的大叔 以诡异的姿势落下 双腿微微用力 妖兽便直接一个狗吃屎的姿势 滑翔撂倒 九尘却满脸轻松 稳稳落地 妖兽也迅速起身一个蓄力 闭着眼睛上去 嗷嗷的 就是一阵挠 九尘应对自如 微微一掌 妖兽便再次被撂倒 就在这关键时刻 九尘胸口续命的火精 却发出警告 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 用起来确实不牢靠 妖兽还以为战神在虚打招 扛着两个吃饭的家伙 便快速逃跑 就在此时两个小道 也是及时地赶到 看见神仙把妖兽打跑了 立马对着妖兽逃跑的方向 被神仙溜须拍马 正准备拜师 但是一回头神仙却不见 一低头才发现 原来神仙也会晕倒 数日前 九尘与锦修在树林中 为了争夺配偶打的死去活来 正巧被这两个下山的道士 碰到神仙打架 师父朱自在 徒弟包锁住 第一次见到神仙 朱自在激动的力量 就要拜师 九尘这才发现 烦人观战 也是迅速地转移了战场 但是朱自在自从发现 真的有神仙 便立志一定要拜他们为师 这日刚好在街上 碰到了 硬要陪着阿末散步的锦修 直接便拦了下来 二话不说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光光的就是一顿磕 这俩货上次想偷阿末的狗 当场就被阿末抓个正着 还以为锦修是同党 锦修一听 立马脑袋摇得跟布朗鼓一样 二人不拜师不罢休 锦修无奈 也只能施法将其定主 带着阿末迅速撤离 没想到前脚刚走 一直上古妖兽逃悟 便从空中一跃而下 锦修怕自己的身份泄露 便没多管闲事 立马吩咐关上房门 便带着阿末躲了进去 而这师徒二人却倒了大霉了 徒弟拉着师傅 想要逃跑 怎奈师傅虽浑身瑟瑟发抖 却依然一直坚定不动分毫 莫非 这是先师给我们的考验 师傅也是个大聪明 都吓得翻白眼了 但是也表示认识 此时的街上已经乱成了一团 陶兀两个脑袋 用一个身子 看着这么多人 各自挑选着自己的目标 却一个人都吃不着 气得在街上发飙 片刻之后 也是很快发现了这两个大聪明 陶兀感动极了 这俩目标好 站着不会跑 但是张开大嘴 却怎么都吃不着 这才有了开头的意味 九尘追陶兀之前 也顺手解开了朱自在的定身术 还是这位先师利马 于是立马便改变了拜师的目标 先师 等着我 最终累死累活终归是赶上了 但是此时的九尘 却因火惊一动直接晕倒 先人 也能晕倒 另一边阿末和景修 正在救助被逃物所伤的人 但一转眼景修却不见了 景修接到下属的通知 家中的小妹快不行了 于是景修不得不离开阿末 殊不知这一走 便再也没机会了 此时憨憨的师徒二人 将九尘带到了阿末的药铺 阿末定睛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老公 九尘一看时机难得 便再次昏倒 殊不知这一睡便是三天三夜 阿末也是照顾了三天三夜 刚刚苏醒 师徒二人便再次找上门来 如狗皮膏药一般铁了心了 就要拜九尘为师 九尘是什么身份 哪能收两个毫无先知的凡人为徒 但是阿末却看两人如此虔诚 并且是他们两个人 把九尘背回来了 朱修世是你的救命恩人 姑娘不要这么说 其实凭先师的功力 即使没有我们俩救助的话 先师也可以自己醒 醒过来 便说九尘如此不通情达理 九尘无奈便让二人起身 也是默认收了二人为徒 两人开心极了 正要为师父端茶到水 却被九尘撵了出去 此时九尘心里郁闷极了 阿末不理解平白收两徒弟 九尘为何一副生无可恋 你干嘛这么凶啊 你不就会些拳脚功夫 教教他们又何妨 就在此时先见 天尊山方向 突然一声炸雷响起 众仙也是惊奇不已 十几万年不曾收徒的天尊一派 竟然有了新的传承 天雷满是极度 为天尊功利又有了新的突破 所以降下天节 想想自己五万年的 飞升计划流产 心中尽是酸楚 私命和云峰是个明白人 立马猜到了传承 应该来自师兄 而天尊山内 天尊神情也满是紧张 看着眼前的灵石缓缓聚集 出现了两个人的名字 竹子在 包锁柱 何妨身上啊 此时的九尘也决定去一次天宫 妖兽出逃十分蹊跷 他担心是与魔君有关 徒弟徒孙看到师父化作 一缕青烟消失 立马又满是崇拜 师父没了 哎呀 师父真是得道高人哪 没想到回到天宫 天帝相比逃物出逃 更感兴趣的是在 好奇九尘收的两个徒弟 并且要让九尘 把他俩带上来看看 天帝已经把两个人的礼物 都准备好了 这让九尘满是尴尬 只能实话实说 自己收了两个凡人不堪大用 他说这话连天雷都不信 当年 连西海水郡的长孙 清秋的小皇子 还有 海国娇皇的 敌出皇子 这样的身份 都没能败进战神的门下 看来今日战神 真是遇到 惊天伟地的修炼奇才了 九尘听后也只能苦笑 不能怪他们不相信 就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九尘回到凡间后 没有了锦绣的存在 九尘这个十几万岁的老男人 忽悠阿末也方便得多了 在九尘的猛烈的炮火攻击下 阿末也很快入套 两个徒子徒孙 对着师娘师奶也格外敬重 徒孙更是省吃俭用 饿着肚子 也要买包子孝敬师奶奶 但是刚买完包子 却发现师奶奶不见了 地上只剩下 刚才阿末手提的草药 两个人立刻意识到 师娘是遭遇不测 迅速通着九尘 师娘走在街上 突然就不见了 两个淫恶之徒 正要对一女子行不轨之事 女子已经陷入了绝望 就在此时妖风四起 二人顿感起被发凉 下一秒二人已经躺倒在地 在万分惊恐中 逐渐冰封 最终成为两个 冒着寒气的冰疙瘩 更离奇的是 如今正值炎炎夏日 冰雕在烈日下丝毫不化 这更是引起了众人的恐慌 认为必有妖魔作祟 街道上各家各户 已经贴满了除妖的符纸 而阿末作为当日的受害者 也是目睹了整件事的过程 心里也满是担忧 于是偷偷地撕下一路的符纸 数日前 他在下宫的途中 引起了这两个倒霉蛋的注意 两人是当地的恶霸 在调查出阿末不是本地人之后 便歹心四起 待阿末走入一处死角 便直接将其打晕掳走 本以为隐秘无比 无人知晓 却不知九成的徒孙 已经看到了阿末走进此地 一路跟来 也发现了散落在地的物品 这师徒二人 也立马将此事告诉了九成 话还没说完 九成已经原地消失 两个倒霉蛋 一边等船 一边满脸猥琐地商量着 两人玩够了 便准备将阿末 卖入烟花之地 殊不知自己得罪的是什么样的存在 就当准备对阿末行不轨之事 九成也终于找到了这里 带头的大哥 剑竟然有人管他的闲事 上去就准备对九成展开教育 九成本想使用仙法 但是又立即放弃 一只手便扭断了那丝的胳膊 溜了下去 另一人紧张中 直接一把推开了阿末 阿末脑袋直接撞在了车轮上 九成剑磁立马红了眼 挥动手臂 那人便直接飞起 下一秒便是神的死亡注视 这俩人也是出门不看皇帝 得罪谁不好 偏要得罪三剑 最好斗的战神 两个人这一下是彻底凉了 阿末本身就被撞得迷迷糊糊 这一下更是浑身一软昏死过去 九成抱着阿末 颤颤巍巍地走着 只因刚才使用仙法 干扰了凡人的命数 也导致自己遭到严重的反噬 阿末苏醒之后 也对九成的身份开始起义 你 是人吗 你 是真的你吗 是 九成也不敢告诉阿末真相 只能回答阿末 你我早已相识 今日正逢中秋 说按照家乡的习俗 需要给女孩准备礼物 今天忘了准备了 所以我让你占一下我的便宜 说着嘴巴 便直接贴了下去 阿末一下子就被整蒙了 此时的心情难以叙述 就如第一次被男人骗走初吻的你 两人也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个小时后 九成一本正经地走了出去 关上了房门 只剩下阿末一人若有所思 明明知道这个男人越来越陌生 却也渐渐地走进自己的心里 已经对他死心塌地 四日九成走在街上 却发现人手一张黄符 这让他一脸懵 殊不知自己做的俩冰雕 已经闹得人心惶惶 更不知他收的高徒这几天 借着他这师父的余威 已经赚得盆满锅满毫不歉意 但是下一秒时间 却瞬间停住 九成满是怒气 找到了这位镇惊三界 天地都想要一睹芳荣的高徒 对着就是一顿凶 而珠子在眼睛一转 看过西游记得他知道机会来了 弟子 请师父明示 这徒弟虽然是个废柴 但是也是天尊一派的传人 终归是要负责的 自己有重任在身 所以便给了徒弟一封推荐信 让其去找一位朋友 先学点基础的法术 即将分别 徒弟才想起来 问及自己师传何派 师父叫什么名字 天尊山 战神九成 师父的名号 果身小亮 说完便原地消失 珠子在也是走了狗屎运 遇见九成也是给了他 想不到了造化 咱们去哪儿啊 于是坚定了扔掉了所有的皇服 带着自己的小徒弟 走上了开挂之路 而阿末经历此事后 却每天吃不下筷子 咽不下碗 满是担忧 毕竟老公 到底是什么东西 自己都不清楚 这事搁谁谁都慌 并且听官大娘 讲一位先法高超的先人 即将到此除妖 为了保护九成的安全 撕毁了一路的扶纣 回家便塞进锅灶烧的干干净净 并且忧心忡忡地 想带九成回老家 但是九成这个冒牌货 哪敢回去 阿末无奈只能带着柴火 准备将两位人凶物理解封 九成发现后 却对阿末的做法表示不解 满脸阴沉 说阿末好了伤疤忘了疼 但是阿末的话 却让九成心中意暖 我是担心你 七月结冰 还冻了两个人在这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镇上的除妖人马上叫来了 他担心九成三角猫的功夫 被仙人给收了去 我说的是真的 官大娘说 他都已经两百多岁了 休息仙术也已经超过两百年 你和你的授业师傅加起来 估计都还不到两百岁吧 那你想怎么做 阿末再次提出要带九成回老家 但是九成却扭头就走 阿末却追着不放 九成见此 也只能满不情愿地帮着两人解冻 两人这劫后余生 对着九成光光的就是一顿磕 阿末满是震惊 而九成却会议一笑 此事虽然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是影响还在 镇上那个卖符咒的倒是找不着了 于是又流行起来一阵请神风 官大娘也是个热心肠的人 专门请了两张土地宫的画像 非要给阿末一张 阿末本身不想要 又转念一想九成身份不一般 求一方神灵庇护也好 于是随手就挂在了屋里 这也引起了九成的好奇 于是随便那么轻轻地瞅了一眼 就在此时彭仙人 正在拉着思命喝酒言谈好不开心 告诉思命最近施烂运转 刚任职了一方土地 此地民风淳朴风调雨顺 每天除了玩就是玩 这让思命满是羡慕 自从踏上了九成的贼船 宋灵溪下凡 每天都感觉是末日 有些人注定不能随意拜神 因为 妹子在土地生辰之日 请得一副土地相 但没想到未婚夫 仅仅是好奇地丑上演 土地根却如同掉进了冰窟窿 同僚也很是难闷 得道之人寒数不清 何来寒冷之说 殊不知今天是走了大运 得了大造化了 阿末拉着九成 非要让九成拜一拜 关大娘说 这里的土地很灵 只要早晚一炷香 前程许愿 他就会保佑我们的 此时九成的眼睛 咕噜噜地转 也一阵难为情 但是看向阿末 阿末一脸的真诚 最终九成 还是心一横 对不住了老弟 就在此时 正在喝酒言欢的土地 突然青海中一阵翻译 最终 还是一口老血喷涌出 这真是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 一拜新成 二拜则灵 还为三拜礼成 已经扛不住躺在了地上 祈求九成留条小命 阿末一看 哎呦这哪儿长 说吧就要沾上继续拜 这可把九成吓得不轻 赶紧把铜辽卷了起来 吃饭 土地还以为 自己得罪了上神 晚上找到九成跪着光光 就是一顿磕 又是赔礼又是道歉 感谢战神开恩 留他一条小命 九成却让土地 给他准备一个凡人的身份 土地一脸迷茫 原来阿末真正的 未婚妇的家人 找到了阿末 也是当场拆穿了九成的身份 阿末这才知道自从相识 这个男人所说的话 连一个标点符号 都没一个真的 但是如今他这刻白菜 已经被九成拱了 也不在乎九成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未婚夫了 可是自己必须要知道 自己嫁的是谁 一整天拉着不停地追问九成 到底是什么人 九成无奈 也只能实话实说 我是九成天上的上神 不许说笑 认真一点 说了阿末又不信 还在巴拉巴拉地问 九成顿时头都大 无奈只能小手一挥 让阿末保持安静 但终归是要给阿末一个说法 九成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决定继续骗 所以也只能让土地 给他捏造一个凡人的身份 千万神尊 你这个身份 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他从哪来 有无婚配 有无田产的 这铺子田产都很重要 你有没有问啊 要有财产 有良田铺子 要有功名 家计要应实些 看起来是个婚配的好位相 总之别人有 本尊都要 土地也是已经 这是要当皇帝吗 这个搞不定了 不过立马又强颜欢笑 一定尽自己所 不得不说 土地办事效率确实高 第二天阿末刚醒 九成便赶紧把 遗落坊本地契 交于手中 自己的身份信息 也倒背如流 但是背着背着微微低头 切实卖身的契约 映入眼中 幸亏是九成现在没心 要不然能从嘴里边蹦出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立马揣入怀中 这也不能怪罪土地公 这是自己没说清 如今阿末也知道 九成并非宋公子 所以也是时候回家一趟了 毕竟自己与宋公子 还有婚姻在身 必须回去和父母说清楚才行 就这样阿末 就把自己亲自挑选的对象 领入了家门 家人阔别已久 再次相见不免满是煽情 从小带阿末不好的奶奶 如今重病 但是看到阿末回来也满是开心 并且真诚地 对曾经自己的作为感到懊悔 人总是有的时候不珍惜 失去了 才知道什么叫真情 十分感激 自己在临终之前 还能看到阿末 而从小那个尖酸刻薄的妹妹 再次看到姐姐 也少了许多蛮好 告诉阿末 好在没有嫁给 那个不是东西的宋公子 曾经二人订婚 从来不管不问 自从知道阿末 移情别恋了 便带着人不停地来闹事 不过让阿末不用担心 已经被自己骂的狗都不是 以后再也不敢来了 你没嫁他 真是对了 阿末不敢相信妹妹 竟然会为自己出头 眼泪已经在眼眶中打转了 亲情就是如此 自己的姐姐 就算在家如何被自己欺负 但是外人胆敢丝毫不尊 那必须拿命抗衡 就在此时阿末的父亲 也听闻消息 大步奔回 妇女还未相拥 阿末已经泣不成声 念女之情 私腹之痛 早已化作万千泪水 清洗而出 直到夜晚才想起来 还有这么一个未过门的女婿 十几万岁的战神 也是心虚 真害怕这爹不认他这个儿子 可能岳父说的啥都没听清 他都说行 你的情况 阿末也跟我说了一些 只是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些稀缠 当临妇看到这一搭房契地产 也是乐了 知道被这个女婿误会了 什么都有第一次 当初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 于是告诉九成自己并不在意这个 在意的是 她是否真的会一辈子 对自己的女儿好 曾经她这个父亲 让女儿伤心了一次 她不忍心再让女儿再度伤心 九成也对岳父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对着天发誓 自己必定不会辜负阿末一生 若为此事 我九成 神验鬼子 天地同诛 神魂俱灭 永轮久悠名府 不得往生 此事一出岳父对这个儿子也十分认定 但九成这个誓言是对灵溪发的 而不是灵默 一切看似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日灵溪的弟弟 没忍住前来凡间看望阿末 被阿末当场抓了个正证 他直接叫出了灵溪的名字 并且认识九成 当阿末回去向九成询问 九成却不愿多说 只说灵溪是曾经的故人 又联想到 曾经她在九成屋里 看到一个长生节 本以为是九成要送给自己的 最终九成却一本正经地踹入怀中 这一桩桩一件件 阿末也只能想到只有一种可能 便是她和九成曾经相爱的女子 长得很像 所以九成把她当作了代替品 不免暗自伤身 这日思命再度找到了九成 告诉九成该走了 阿末余下两劫即将降临 但是具体什么劫难 思命却不肯多说 即将生离死别 九成告诉阿末很多人生的道理 如果往后可能遇到一些事情 希望阿末可以坚守本心 不要轻言放弃 这一幕多像曾经 曾经九成也是如此告诉灵溪 最终却是灵溪满是恨意 死在她的怀中 你不是说 你会一直陪着我的吗 九成此时满是心虚 但是依然给阿末了肯定 二人相拥 阿末已经满是泪水 女人的滴溜感很灵 一般很少出错 但是阿末还依然试着对九成挽留 九成 你会一直陪着我 不会骗我 对不对 这夜 九成看了阿末很久 很久很久 这一别是喜 也是忧愁 这一别灵溪也许就回来了 但是这一别阿末 也将受尽人间痛痛 她不知道阿末 会受尽何等折磨死去 在万分的不舍中 她给了阿末最后一吻 化作一缕青年 消失在阿末的房间中 一个男人给一个女人一生的希望 却突然间无影无踪 也许她也是阿末的一姐 没有了九成阿末往后的境遇 也许只有自己能懂 而此时一只爱着阿末的景修 也得到了消息 九成送一个女孩 前往凡间历劫 历劫成功 便可以消除魔艺 她也立马便想到的是阿末 对她来说魔君将士 三界存亡都与她无关 但是阿末却是她的命 这也预示着阿末的此劫 并不会如此轻松 她即将要死了 绝望地望着 示弱生命的爱人 而爱人却阻拦他人 把她带走治疗 因为此时爱人只想要他的命 并非男人无情 因为只有如此 才能换来他们永世的相拥 灵溪身怀魔种 九成拼上了性命 才将灵溪送往凡间历劫 只要历劫成功 便可洗去魔器重生 她本不应该去干预 替灵溪杜劫的阿末 但是出于爱一个人的本能 她还是化作普通人 时时刻刻地陪伴在阿末的身边 只想让阿末这短暂的一生 有自己的守护 可以少一些磨难 但是却没想到 自己却成了阿末最大的劫 费尽了心思 让阿末爱上了自己 但是就在阿末最信任她的时候 她却狠心离开了 因为死劫将至 一旦扰乱了阿末的命数 灵溪的复生也即将化作泡影 第二天阿末醒来 九成已经毫无踪迷 阿末找进了整个他们相爱的庭院 但是最终找到的只有落幕 九成的不辞而别 对阿末来说 如同失去了全世界 她走了 她带走了阿末的灵魂 留下的只剩一个满是牵挂的躯壳 夜晚最孤独 因为满是思念 她不能入眠 哪怕一丝丝的风吹草动 她便能满是希望的四处寻觅 九成的痕迹 时时刻刻用十二分的精神 迎接爱人的到来 但是迎接来的 仅有狂风夹杂着落叶 这娇小柔弱的身躯 在狂风中显得格外的冷 九成现在在哪 为什么离开 是否是去找寻了她曾经的所爱 阿末的心里 好空好空 而九成自从离开也每时每刻 都在关注着阿末的每一丝行动 阿末的每一丝伤神 她都在心痛 直到她看到阿末为白泽准备了足够的饭餐 背上了离家的行囊 走在街上见人便问 她为阿末留下的子虚乌有的住址 难道没有太平府吗 九成脑子一片空白 她管不了了 快速奔向凡间 她忍受不了让阿末再有一丝丝心痛 夜晚阿末留宿在一间杂乱的仓库 窗外哗啦啦的大雨 仿佛也在为阿末发声 阿末望着窗外的雨 眼神中满是空洞 白天的奔波 加上晚上淋了这半夜的雨 让她再也无法支撑 一行热泪流下 阿末缓缓昏睡过去 此时的九成才敢出现 心中充满了内疚和心疼 阿末缓缓睁开眼睛 却不敢把她叫住 好担心这是一个梦 直到九成准备离开 你又要不自而别吗 阿末聊聊一句话 却直冲九成心灵 她迅速折回到阿末身边 阿末努力地挤出自己的微笑 问九成为何要走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她叫灵溪对 她跟我长得一样 你是因为喜欢她 才来找我的 你可有喜欢过我 你要走 我不会留意 也不会远 你 怎么了 我很想你 你之前告诉我 你住在太平府 我就去找你 我不知道太平府在哪 你说过 你会照顾我一辈子 你会陪着我一辈子 你会保护我 这些都是假的吗 面对阿末的一连串疑问 每疑问都犹如扎在九成心中的钢钉 但九成却不能给阿末做出回答 只能将阿末揽入怀中 口中不停地重复着对不起 九成知道阿末寻找她这两日水米未尽 已满是虚弱 便要去给阿末寻些吃的 但是如今的阿末 却拉着她不愿放手 好怕走出这个屋子 便相见无望 直到永生 但是九成寥寥几次安抚 阿末便露出笑容 趁着两人分离的空隙 思命再次找到了九成 告诉九成 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本尊是不会干涉他渡劫的 神尊做得到吗 思命告诉九成 再过几个时辰 就是阿末的生成了 灵末病重必死 九成问及病重的原因 但思命却岔开了这伤心的话题 告诉九成阿末生成刚好是血月之鱼 如果能够在此日渡劫成功 必定大有必义 九成也猜到这一劫是阿末的死劫 他问阿末走的痛苦吗 思命选择了沉默 阿末曾经生劫断绝了清源 死劫也即将断了生机 阿末一生经历三劫 便问思命第三劫是什么 无论是什么劫难 必须由灵溪自己承受 只要神尊不出手干预 一切便会水到去成 就在此时阿末房间内 出现一声惨叫 九成迅速折回 阿末浑身撕心裂肺的疼 死劫将至磨硬将消 体内的魔肿 也在做着最后的抗衡 九成本想施法为阿末减少痛苦 但是却又害怕干扰灵溪肚解 也只能罢了 九成不想让阿末最后的时间 再留有遗憾 便带他回到了渔村 想陪阿末过完之最后的一天 为阿末熬了一碗粥 他却吃不出味道 他将九成直走 缓缓拿出镜子 看着自己已经气冷神衰 六阳暗板 他迅速地拿起了刚才的白粥 才发现是碗海鲜粥 又迅速冲向了锅灶旁 尝尽了所有的调味料 已经尝不出丝毫味道 阿末从一出身 这种种迹象都证明了 这不是好的征兆 片刻后锦修出现了这里 锦修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不过阿末的反抗 立刻不要带阿末离开 但是九成怎么能放任 锦修干扰阿末肚解 二人都在保护他们的爱人 大战也一触即发 锦修上次离开 为救自己的小妹 已经身受重伤 毅然不是九成的对手 仅仅数招 便被空如箭击飞 重重地摔倒在地 阿末迅速拦住 他问九成锦修告诉他 他不走就会死 这跟灵溪有什么关系 九成告诉阿末 忍一忍就会过去 现在的一切他不能解释 所以说 我真的要死了 而锦修却没有丝毫顾虑 直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阿末得到了最终的答案 却不能相信 他再次让九成回答 九成却沉默不语 在锦修眼中灵溪就是灵溪 阿末便是阿末 他只爱阿末 所以执意要将阿末带走 两人争执地空歇阿末 便又一口鲜血吐出 阿末的大线即将来临 也到了杜劫的关键时刻 九成 这是真的吗 九成在万分心痛中 也说出了那句最绝情话 阿末此时已经说不出话 只能满是恨意地盯着眼前的爱人 就在此时 魔族也寻找至此 魔应肖 魔君面 阿末是魔族的希望 魔族怎肯罢休 就在九成与钟浩打斗的间隙 锦修带着阿末迅速离开 而钟浩不敌九成 见阿末已经不在 也迅速逃离 此时的九成体内火精 也即将耗尽 告诉私命找到灵末 口中重复地念叨着 还剩四日 便一头栽了下去 锦修虽然就走了阿末 但是今日阿末生死 已是命中注定 如今已经五时尽丧 眼睛已然无光 锦修不断地再给阿末输送灵力 他问锦修自己是不是快死了 霸当说出口 也吐出了口中最后一口气 在锦修怀中 失去了最后一丝气息 锦修不肯接受这一切 他应天长孝 他失去了父亲 失去了族人 失去了尊严 他已经向命运低头了无数次 也失去了无数次 而这次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再屈服于天命 何为天命 天命与他不公 他便逆天而行 为了阿末与天斗又如何 为了阿末与地斗又如何 只要阿末活着 魔君将士与他合肝 三界毁灭又如何 此次转身既是重生 也是永恋 他为了成全爱人 与别的女人厮守 竟然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而他生命消散的那一刻 九尘也燃尽了续命的火金 但却如释重负 随后也失去了生命刻证 灵溪身怀魔戚 人虽善良无辜 但天条无情 仅有将其诛杀 才能避免魔君降使 众人只见战神 为守天道 亲自斩杀爱人 与自己剑下 殊不知九尘为了保他一命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用自己的女娲石 心脏换来的神冬顶 在无人之时 重新换回了灵溪 四分五裂的真灵 并且重塑肉身 前往凡间历劫 只要经历三劫回归 便可喜去魔影重生 怎奈天意弄人 没想到自己 却成了灵溪最大的劫 代替灵溪杜劫的阿末 大限将至 才知道自己 只是别人暂时的替代品 自己来到这个世上 只是为了受尽人间疾苦 自己惨死也仅为 换来他人重生 满是绝望的死在锦修怀中 但锦修却深爱阿末 为了保住阿末 不惜逆天行 把自己的命珠 取出放入了阿末的身体里 从此阿末与他共生 阿末受到的伤害 也将同等地反噬到他的身上 而锦修的举动 也彻底地打乱了九成的计划 到处寻找着阿末的身影 今晚便是灵溪度节的 最后一个晚上 一旦阿末安然度过这个生日 不仅灵溪永远回不来 阿末身为凡人一旦生死 魔器也将再次回到魔君体内 三界也又是无尽的腥风血雨 就在此时阿末的房门 响起了沉重的撞门声 白鸽不停地撞击着门上的封面 阿末不敢相信地 听着那不太熟练的狗叫声 像是自己的小白 立刻打开了房门 满是震惊地抱起了白泽 如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 他的狗是怎么找到他的 这让他失落的内心 有了些许安慰 却不知道他离开的节界危险 也在逼近 圆童闻着白泽的味道 当即找到这里 真是哪里有难必有圆童 就要杀了阿末 就在这危机时刻 白泽护主心切 不顾反噬冲破了封印 瞬时间圆童 便被半个屋子大小的神兽 给撞了出去 并且背着阿末迅速地冲出了屋子 立刻去找九成救命 用尽全力飞奔于云层之上 阿末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抱着白泽丝毫不敢放松 但是还是很快被圆童追上 随即便发起了攻击 而阿末的掉落之地 刚好是魔君的封印之地 白泽为了保护阿末 迅速地向圆童发起了反击 但是白泽自从跟了九成 便被封印 已经没有厮杀的力气 很快便不敌圆童被打倒在地 阿末没有灵溪的记忆 虽不知眼前之人 为何要与自己为敌 但是还是苦苦跪在地上 不停地给圆童磕头 让他放过小白 圆童看到自己的死敌如此 更是来气 曾经灵溪也同样 也对他如此卑微 但是最终的结局 是自己没能杀了灵溪 导致自己原家十三代的荣耀 毁于一旦 今日他绝对不会再放过 他想杀了阿末 但是魔君却不同意 拉住了圆童 但是圆童 还是趁机给了阿末一掌 魔君怎么能让阿末死 一旦阿末死了 便杜劫成功了 此时的天雷 也带着众人赶了过来 圆童立马又开始 满口谎言地诬陷 阿末满是关心 天雷质问九尘 他是如何保住灵溪的 他可以不管 但是魔君复活在即 只要这个丫头 想复活魔君 便是一瞬间的事 必须让九尘做出抉择 阿末不可思议地 也质问九尘 你想杀我 而此时魔君 也在不停地鼓鼓着阿末 让其帮他解封 九尘也是猜到锦修 试用了什么法宝 护住了阿末的生命 于是便向阿末索要 我给你的花 我就会死 你想看我死了 看着如此痴情的阿末 小五先给兄弟们发个福利 如果你单身 又想要一个听话的女友 试试左下角这个 上线让你体验 跟不同美女约会的感觉 无论是青春学妹 娇羞罗莉 还是高冷欲解 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 超过百款女友任你挑 左下角入口 现实开放 抓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 九尘眼含泪水告诉阿末 他便是灵溪 大家都在等着他回去 而阿末没有了前世的记忆 在他看来他只是他自己 他有父母有家人 真真实实地度过了十九年 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假的 而九尘陪着他 看似幸福的每一天 也只为迎接他今天的死 他最后一次问九尘 抛开灵溪 他有没有爱过灵默 阿末见此心中 也已经有了答案 阿末默默地转过了身 吐出了体内 维持生命的命珠 九尘也强制压制着 自己不让自己哭出声 这一转身即是永别 也是重生 灵溪终于可以回归 而阿末却永远不复存在了 就在此时 往这里狂奔的锦修 一口鲜血喷涌出 随即摔倒在地 手颤颤巍巍地伸向阿末的方向 没人知道他的绝望 没有了锦修的命珠 阿末即将离去 用最后的一丝力气告诉九尘 你记住了 与你同在桃花校处 为你才以煮饭 愿意 将你为其的凡人 他叫林墨 你等的那个女孩 叫灵溪 别弄错 而此时的锦修也奋尽全力赶到了这里 只可惜自己用命守护的女人 最终心甘情愿地死在了别人的怀里 更是没给自己留下支言片 留给她的 只能停留在阿末消散那一刹那的记忆 九尘是阿末的情节 而阿末何尝不是锦修的情节 在一口精血吐出之后 锦修身心受损也失去了意识 而九尘也用尽了体内最后一丝续命的火筋 身体逐渐失去了生机 阿末生死 魔气消散 魔君即将死亡 用最后一丝魔气自爆 周围的众仙错不及防 也纷纷被震伤倒地 远远看去黑莲已经毫无生机 一只九尾雪狐在食宿前缓缓化作原形 痴情地望着眼前的食宿 他要在这里陪他度过这漫长的一千年 他们本身是一对宿敌 恨了他五万年 没想到他却为了保住自己一命 被食封千年 并且还要每日承担垫打雷劈之行 五万年前云风只因喝酒误事 不予忘了喊停 导致山洪泛滥 当时青瑶在凡间杜劫的丈夫 也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最终青瑶怀着对丈夫的思念一远中 这五万年来每当夜深人静 都会沉浸在凡间的那段情满是伤痛 而不知这一切的云风 却在偶然的一次相遇 对青瑶一见钟情 但是青瑶却因为云风曾经的过错 心中依然一难平 往后的日子里云风追得越紧 青瑶却对云风越凶 并且故意难为云风 似乎是想要他的命 云风虽然察觉到了这一点 但是却以为是青瑶对他的考验 再数次对青瑶表白之后 青瑶也是忍无可忍 最终还是选择了拔剑香香 更是没有丝毫手软招招致命 云风对青瑶的行为万分不解 青瑶 你来真的 本座到底何时得罪你 争吵中青瑶却对他提起了 五万年前的那场大雨 质问他可曾想过 因他的失误死去的那些人 云风更是不解 这些陈年旧事 自己都已经朦朦胧胧 为何青瑶却记得那么清楚 并且当年他也补救的比较及时 这场灾难中遇难的 也只有仅仅一人 发生了这么大的祸事 只死一个已经算是万幸了吧 本座又不是没有去救他 本座去了两街入口 等了他许久 最后没有等到他 也不能怪我呀 再说 本座也是日理万机 不可能真的 千秋万载的在那里等他吧 但是青瑶却没给他过多的解释 直接挥泪离去 我不是那样的人 再往前一步 我就杀了你 云风找到了私命 想要查清当年遇难之人 与青瑶的关系 但是得到的结果 让他心里一凉到底 上神 你害死的 是他凡间的丈夫 知道前因后果后 云风再度找到了青瑶 跪倒在青瑶面前 为害死青瑶的丈夫 真诚地为自己的过错 给青瑶道歉 青瑶心中其实清楚 不能完全怪罪于云风 凡人皆有自己的命数 这五万年来 只是自己沉浸在执念中 虽然直接离去 但是对云风的恨已然放下 此事过后 云风也再次带着青瑶 找到了他前世的丈夫 青瑶看见丈夫的那一刻 如同昨日的回忆 一瞬间涌入心头 日子虽然平庸 但是这个男人 在他短暂的生命里 几乎把所有的温暖都表达 思命告诉青瑶 他曾经因神之过而死 所以这五万年来过的 顺风顺水 每逢危难必有贵人相助 这一是他姓方 最高能做到上书令 当说到他世事夫妻和睦 而孙满堂之时 青瑶深吸了一口气 当看到昔日的爱人 对着现在的妻子 也如曾经对自己那般神情 青瑶心中更是五味杂陈 这日天降大雨 云峰就坐在青瑶 不远不近的地方 听着青瑶诉说着 二人往日的种种 那么细微的细节 他都记得那么轻 告诉云峰自己活了七万年 与他相伴的十年 如同一场梦 但是自己却沉浸在梦中不愿醒 此事过后青瑶 为了给太子治病 与当朝为官的方公子 再次相遇 即将分别 青瑶问他 假如有一颗药 吃了可以想起前世的记忆 问他是否愿意 方骏却寄予了否定 方骏的话 也让青瑶豁然开朗 就好比脚下走过的路 纵有万般不舍 也应该一路前行 没有路在前方 却频频回首的道理 有了前世的牵挂 此生的种种 该要何去何从 青瑶也放下了 这万年之久的执念 自己的黄粮一梦 他已轮回了千次 扶生来往皆是过客 就如方骏所说 没有路在前方 却频频回首的道理 令人意外的是 自从二人分别 方骏便一并不起 二人仅寥寥数面之缘 便让他思念成病 原来方公子 是下凡杜劫的桑南新君 但是他这一劫 一度便是五万年 也是因为曾经 二人相爱的执念 一直不能杜劫成功 每一世生死 便想起曾经的妻子 从心为人 却又没了曾经的记忆 如此循环了五万年 不能杜劫成功 此时再度相遇 却匆匆错过 执念未了 如果再度生死 也将继续进入下一个轮回 私命不忍桑南新君 错过这大好的杜劫时机 放任在凡间 蹉跎那无尽的岁月 所以找到了青瑶 决定帮他一把 新君的意思是 让我亲自去一趟 不需要 小仙 只想向青瑶医官 讨要遗物 截了对方的相似之苦即可 把曾经青瑶用过的一把梳子 放在了方骏的房中 方骏在弥留之际 拿到了这把熟悉的梳子 一缕沉风了五万年的记忆 瞬间涌入脑中 最终方骏 拿着这把梳子 欣慰地闭上眼睛 桑南新君 也终于渡完了 这长达五万年的情节 再度找到青瑶 归还了青瑶的书子 也十分感谢青瑶还记得他 如果不是此事相遇 自己也许就一直 循环在那无尽的岁月里 桑南新君 渡劫成功最大的受害者 莫过于云峰 无疑是自己做了一锅好菜 眼看都成了 吃饭的时候 却没自己什么事了 每日追着青瑶 寻死逆活 爹爹不休 但是没想到青瑶 却在他初期不义时候 给他盖了章 云峰如同做梦般 桑南新君 虽然找到青瑶 想再度解缘 但是青瑶 已经走出了曾经的执念 就如方公子说的那般 没有路在前方 却频频回头的道理 珍惜眼前人才最为重要 桑南新君数千轮回 都非常珍惜眼前人 所以他也一样 所以他选择了云峰 一切貌似 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命运 从来不会按照 你想要的轨迹去做 曾经原同杀了青瑶的父亲 青瑶虽然平日不语 但是也在酝酿着 用自己的方式报仇 作为天宫的医师 给原同常备药理做手脚 是顺手的事 但是原同能活这么多集 自然是有自己的本事 青瑶的要吃完身体 越来越虚 思前想后 看向了从药王栋 拿来的丹药 已经知道丹药必有问题 一个十分恶毒 列祖列宗知道了 都要从坟里 蹦出来的计划 由心而生 小狐狸抬起头痴情地 望着眼前的石像 他也不知道 在这里守候了多久 这个傻子 为自己背负了一身的罪 导致十风千年 每日遭受电打雷劈之行 白胡日守夜守 还未等来再度相逢 他却成了碎了一地的石头 青瑶的父亲被奸人所杀 虽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但是罪魁祸首原同 却靠着家族的余晖 没有得到应得的报应 一次又一次 不停地伤害着自己的家人 既然天道不诛 那只有亲自为该死之人 做出审判 原同因自作聪明 想借刀杀人结果 再次被发现 屡教不改 所以被罚下先见 去看守被封印的魔君 原同入魔 让其死无葬身之地 而吃了假药的原同 也如青鸟锁料魔器入体 一旦运功 就跟打开了消防栓一样 喷得不停 思前想后 问题所在 也只有可能是眼前的那个药品 于是他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次日 他便带着已经跟随 原家五万年的救部 来到了幽都山魔器最重的地方 士兵也发现了此地魔器四亿 便立即打开了回光镜 记录下这一切 并且提议上报天庭 但是却被原同拒绝 突然双手抱拳 万分感激这些救部 不嫌弃他家族陌落 还愿意跟随于他 部下也是被原同 这么一出弄得摸不清头脑 殊不知 这是原同最后对他们的道别 下一秒整队士兵全部入魔 原同眼含泪水 召唤出了利剑 没想到他为了反击青鸟 会如此心狠手挂 进山前 他便让全部手下 服用了自己的上等型神弹 而他服用的 则是士兵服用的赐品丹药 当云峰赶来 已经是哀鸿变野 原同正在诛杀最后的几名 入魔天兵 云峰也是震惊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多的天兵 同时入魔 感觉是有蹊跷 便让原同随自己去天庭禀报 却不知刚好入了原同的套 回到天庭后 云峰也被震惊了 原同一口 咬定青鸟制作的丹药有问题 青鸟也被押入了宫殿之内 云峰虽然极力地为青鸟做着辩护 但是青鸟在丹药中 做手脚的事情是事实 经过天官的查验 确实是丹药出现了问题 青鸟医官 你若是想报仇 大可直接冲我来 我把命给你又能如何 你身为医官 实在是不该残害无辜 更不该用这样的手段 青鸟本身是针对原同一人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心情 却导致这么多天兵与命 有为医者知道 这让他充满了愧疚 当场承认了自己的罪名 毒杀天兵青鸟本应立即处死 但是原同他是妥什么东西 九尘心里清清楚楚 直接告诉天帝 他会去查出其中的隐情 所以青鸟只能暂时押往紫云台 媳妇跪在行台之上 云峰每一秒都是心疼 告诉青鸟 他拼了性命也要救他出去 但是青鸟却祈求 别让云峰白费力情 自己是死罪已定 只怪自己既不如人 奸人不除却被人倒打一耙 这些天兵确实是因自己而死 理应自己去给他们赔命 云峰怎能接受如此的结果 两个人费尽千辛万苦 青鸟对他由恨到爱 终于苦尽甘来 青鸟是他的命 说罢便让青鸟放心 直接离开去找九尘想办法了 而九尘来到了幽都山 抱着一丝希望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丝线索 而袁童再次已经等候九尘已久 并且拿出了 已经被他损坏的回光镜 对九尘满是嘲讽 嘲讽九尘回光镜一坏 唯一能让破镜重圆的只有水月顶 而唯一可以驱使水月顶的灵溪 已经死于你见相 说罢将回光镜随手一扔碎落一定 便潇洒离去 随后九尘将回光镜收集后 交于了云峰 并且告诉云峰 让他要有心理准备 灵溪不出意外的话 不久之后便会渡劫归来 就算查出是云峰杀害了所有天兵 但是服用了有问题的丹药 再先这是实施 最终的结果青鸟也很难逃脱一死 云峰快速地走向大殿的方向 心中不断地回想着 二人曾经的时光 心中依然有了重要的决定 紫云台上兽型的青鸟 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 但是在两百打神边 抽去半数修为后 却被天雷告知可以离开了 青鸟难以置信 天君已经查明真相 此事除了你之外 云峰上神也是知情者 云峰在大殿之上告诉天帝 青鸟为元彤提供有问题的丹药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青鸟因父亲的死 一直都无法释怀 所以他没有阻拦默认了青鸟的做法 天帝一听此话 也知道云峰心中的想法 便劝导云峰自己想清楚 他虽是天尊的二弟子 但论聪明 才智不在九成之下 年纪轻轻便步入上神 一旦为青鸟承担了此罪 曾经在洞中几万年的修行 也将化作泡影 往后的无尽岁月 更是无甚可期 但是青鸟心意一决 只要能保住青鸟一命 他愿付出一切代价 云峰被带到自物雅 背叛石鸟之行 再次毁过千年 每日施以为行 并且就算遇到大赦 也不能赦免 云峰已知青鸟 已无性命之忧 满是轻松叩首谢恩 最后看了一眼 天空上的片片白云 自由以后算是和自己无关了 浪荡不羁的他 这次是真的浪到头了 但是他心中却无比舒畅 曾经他追了青鸟无数次 也是吃了无数次的闭门羹 追着青鸟死缠难打了无数次 也被青鸟揍了无数次 总想有朝一日 可以像九成对待灵溪一样 为青鸟也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也不知道这次算不算 想起往日的种种 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受孽 现在想来也皆是甜蜜 云峰跪倒在地 随着普化念动口诀 云峰也渐渐开始实话 当青鸟飞奔于此 一切都已成为定局 青鸟抱着云峰痛哭不已 而云峰应该是万分得意的吧 以后不用每天追着青鸟巴巴的舔了 只等千年以后 这只小狐狸以身相许的那天 确实如他所想 日后青鸟每日都会来陪着他 为他扶去身上灰尘 每日陪他讲故事 有好吃的也不忘给他拱上一桌 困了便化作一只小狐狸 呆呆地趴在他的身旁 望着这尊石像满是痴情 云峰虽有狐狸每天陪着 但是每日却要承受理性 终归有一日还是扛不住 身体开始出现了猎人 他以最绝望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凤凰涅槃向死而生 他熬过了一生中最大的劫难 也将以最华丽的方式重生 在另一个异度空间内 承载着他真灵的神龙底 四散的真灵缓缓聚集 下一刻一只燃着红色火焰的凤凰 从底内一热出 一生凝将身后 化作一位妙龄仙女 他重生了 经历诸多磨难后 他已然没有了曾经的智能 以此同时 曾经的伙伴也察觉到了 主人回归的气息 化作一道流光 再度与主人合二为一 经历三劫受尽了人间疾苦 此次历劫归来的他 已是上神之躯 邪愿重生 又功力大增 这样的我 自然最适合去讨债 也在此时 视他如克星的天雷 已经在撞到他老公的条条罪行 身怀魔器的灵溪 本应被诛杀 怎奈九成名修战岛 暗度陈仓 不顾天条偷到神器 保住了他一命 并且偷偷送他去凡间度劫 所以说 有一名来自桃林 叫灵溪的尖子求见 听到天兵的禀报 天雷震惊了 圆童慌了 普化老头也懵了 魔女灵溪杜劫归来 天兵竟然给予了最高礼 灵溪 灵溪就这么一个大活人 跪在天雷的旁边 给天君禀报杜劫归来 这要不是在天宫 天雷还以为见鬼了 当庭质问是 谁给九成这么大的胆子 怎么又把这克星弄活了 这时候天君略显尴尬 又不失威严的开枪了 除了本君 谁能给他这么大的胆子 九成救你 本君是知晓的 因为他也不忍看灵溪王死 告知众人能连渡三劫的 默不过 上古先贤大能之势 并且庆祝灵溪 一跃升为上神之躯 至于九成 帮灵溪渡劫也是有功无过 到此 灵溪眼含热泪 对天君跪拜感激 此次前来 安心其一 就是害怕九成被自己连累 当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涅槃重生后 他回到桃林 却不见姐姐轻摇的踪影 询问程艳才得知 姐姐毒杀天兵 云峰也受牵连 他来到自武牙见到了姐姐 看到了被失封的云峰 云峰上神 怎么 心疼了 不是 云峰上神 多谢你赵伯师姐 不过你这么小心眼 一人吃了这么大一亏 定然心中不分 如今我回来了 我得替你出气才行啊 邪怨重生 又功力大增 这样的我 自然最适合去讨债 抛开云峰杀害他的父亲 抛开曾经云峰杀害 看守他的天兵 并且嫁祸给青鸟 云峰屡教不改 这次竟然残忍杀害了 跟随他们家族五万年的清兵 再度嫁祸给青鸟与云峰 听到此话云峰慌了 此刻的他浑身都是软的蛋子 依然是硬的 在天君和朱仙面前 你竟也敢信口刺皇 云峰 灵溪也并非大度之人 杀人朱星先对云峰 进行了一番恐吓 就在云峰身心即将崩溃之际 直接拿出了有力的证据 随即掏出了 被他用水月底修复好的回光镜 当日情景在线 云峰不过天宾的反对 故意将众人引入魔器最强的地方 导致众人入魔 最终众人无意存活 都惨死在他的手中 到此云峰是彻底软了 天雷两手发痒 已经迫不及待想弄死这只臭蟲 下一刻云峰直接被拉入了紫云台 毕竟云家十三代的余灰还在 云峰并未被处死 而是被抽去仙谷打入凡间 勇士不能返回天庭 但是云峰不死必定天庭不宁 那倔强的小表情中 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 果然被踹下去之前 再度找到了天雷 说魔君没死 灵溪归来使魔君的阴谋 天雷一听此话 直接被气得脑人疼 直骂天条对他无用 让云峰趁着他 还能忍住捏死他的冲动 让云峰赶紧滚 而灵溪从大殿之内走出来后 便遇到了为他死去活来好几次的九尘 再度相逢灵溪已经湿了眼睛 当日九尘帮灵溪度劫成功后 火惊燃尽 生命也即将终结 这让天尊慌得不行 赶紧赶往了索妖塔 将神龙顶归位 把九尘的心脏拿了回来 这小配件拆出来容易 安静去却十分好神 好在及时为九尘续上了性命 老头子也是累得差点虚脱 而灵溪复活后 身边的朋友亲人都看了一遍 唯独却没看九尘 这让九尘心塞得不行 老头子在九尘面前一骨盾 哪壶不开提哪壶 那个小女子 已经在你的浮云店中了 老子 按说她早已醒来了 就没来见你 那可真是个没良心的丫头了 她不来见你啊 你也别去见她 山灵国主的女儿 就很了不起 九尘委屈得像个十几万岁的孩子 被老头子教育着 也是大气都不敢坑 但是一听灵溪去大殿了 老头子刚才说的啥全忘了 果然是娶了媳妇忘亲娘 神仙也一样 灵溪虽然陪着九尘回到了福云店 但是她却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九尘对自己的付出 灵溪满是心疼 但是也被九尘充满了排斥 刚渡劫回来的她 还沉浸在林墨的阴影中 她爱九尘是真的 但是她也是林墨 想起她在凡间被九尘背叛 灵死了问九尘是否爱过她 九尘却默不作声 最后完全是在绝望中生死 一半是恨 一半是爱 现在的她 还不能适应两个女人之间的转换 九尘也是发现了灵溪的一样 以前叫人家小陈陈 现在竟然叫人家尊上 灵溪最终 还是选择和九尘分别 她告诉九尘 她找到了自己的母亲了 她想回去一趟 九尘想要陪同 却被灵溪拒绝 她告诉九尘 自己现在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谁 需要用一点时间去适应 九尘听后 就这么默默地站在那里 让人为这个老男人 感到一丝丝心疼 自己为这个女人 掏心又掏肺 好不容养大的媳妇 就突然长大了 变成一只鸟 扑闪着翅膀 直接就飞走了 自己竟然没有办法去挽留 灵溪回到了母亲身边 殊不知她的突然出现 却打乱了山林族的平衡 她的出现也间接地导致 她的母亲提前死亡 亲眼看着父亲 惨死在自己面前 她满脸的泪水 心中尽是愧疚 不曾想自己一时地懦弱 却给父亲带来如此灾难 数日前 她被关入牢狱 无数的斥压 不停地对她发起攻击 她心里满是恐惧 不断地对着旁边的人哀求 旁边的人脸上却满是得意 她不知道为何被关入此地 更不知道何时才能出去 万兴在她受尽折磨后 被带了出去 你父亲私通魔族 祸乱六界 密谋造反 是你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对不对 在横渡的事业下 端来了一张满是供词的白纸 告诉他 只要承认父亲私通魔族 便可与父亲团聚 此时的锦修 早已被恐惧占领心智 更不知道这一纸供词 到底要将父亲 推入什么样的境内 随后全族禁术被抓 作为一族支掌的父亲 也不知横渡这是何意 如今仙魔之战已经结束 作为山林国主的横渡 曾经一直是两不相帮观望的态度 如今仙族获胜 他需要一张投名状 向仙界展示诚意 而玄鸟一族 虽然忠诚 却与国主的暴政不合 所以袁渡便以着 莫须有的罪名 想要将锦修的父亲除去 玄鸟一族 怎能承认如此重罪 横渡在杀了锦修的两个哥哥之后 便将锦修推了出去 并且手拿着锦修 亲手写下的证词 到此 父亲沧桑的脸上 已经满是失望 不再有任何解释 全族的人 也在对这个叛徒嗤之以鼻 就这样 他亲眼看着父亲 被斩杀在自己的面前 锦修本身 要被原度斩草除根 但是女儿凌月 看起可怜 便将锦修保了下来 凌月成年之后 不顾祖训 与外族男子同婚 并且产下一女 最终凌月的丈夫 被父亲所杀 女儿也下落不明 最终 他与锦修合作 答应 只要帮他推翻父亲的政权 便帮锦修报仇 杀了横步 但是父亲的政权 虽然被推翻 但是凌月却不忍心 对父亲下手 瞒着锦修 将父亲关入了傅凌月 锦修得知之后 主仆二人心中 便有了嫌隙 当锦修得知凌月的女儿 还存活于世之时 凌月骗了锦修几万年 锦修本不想管 这样的闲事 但是想起来当年 凌月得知孩子 已死的消息之后 满是伤痛 和当年自己 痛失家人的心情 何等相似 还是动了侧影之心 好心好意 将真相告诉了凌月 但是凌月却没能 见上女儿最后一面 直接把责任 全部推给了锦修 因为当年 他把女儿放入后山 并且把这个位置 告知了锦修 委托锦修去照顾女儿 所以认定了 就是锦修 故意隐瞒了女儿的消息 凌月一目 锦修直接浪荡入狱 那时锦修已是山林国师 只要想造反 挥挥手的事 但是他却隐忍了下来 玄鸟一族的祖训 不允许他这样做 凌月两度失去女儿 他能理解凌月的心情 但是原度杀了自己的父亲 他必须死 很快机会便来了 山林族没有了锦修的支持 很快过破 凌月誓死不屈 一跃跳下了傅凌渊 傅凌渊是封印魔界的 第二道大门 魔族余孽 想打开傅凌渊 开通魔界入口 放出魔族百万雄狮 锦修便顺水推舟 帮他们了一把 暗自操作 为魔族找到了 可以打开傅凌渊的残星钉 却被锦修直接给嘎了 锦修苦苦等了这么久 不惜打开傅凌渊 就是为了杀了很多 你贼已死 该了断家仇了 原度啊原度 你当初欺我 骗我 可还记得 来吧 凌月虽然想阻拦 却被锦修手下缠住 最终被打翻在地 原度在傅凌渊关了几万年 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功力 根本不是锦修的对手 原度被锦修砍了无数刀 刀刀狠毒却不致命 直到发泄完了这几万年的怨气 才给了原度最后一刀 凌月看着父亲在眼前死去 想要向前 却被锦修手下 直接一掌鸡飞昏死过去 父亲 我们的大仇 爆了 锦修虽大仇已爆 但是他暗中帮魔族打开傅凌渊 最起一 杀了国主的父亲 最起二 再加上曾经凌月英女儿 对他的恨 主仆已然再无回归从前的可能 但是手下想杀了凌月 却被锦修拒绝 凌月 我们两情了 玄鸟家族的祖训 始终不能让他对国主痛下杀手 更何况他是灵溪的母亲 他在好人与坏人之间徘徊 已然注定了他的结局凄惨无论 他本想让凌月一直昏迷下去 心中还抱有一线希望 也许有朝一日 机会到了 主仆也许能解除相互之间的界点 但是灵溪的到来却打乱了他的计划 从一出生的灵溪 很快便查出了母亲的汤药有问题 所以直接器用了一直为母亲配药的乌衣 把自己的姐姐接过来为母亲 重新调配了药方 基本上是寸步不离 凌月苏醒是早晚的事 他是阿末的母亲 乐伯死后 阿末失去了父亲 不能让他再伤心了 但是两个手下 却一直提议让锦修杀了凌月 必定如今主仆已经水火不容 一旦凌月醒来 不是你亡就是他死 国师该动手了 够了 国师 现在不动手 真的来不及了 该动手了 母女首次相认便是永别 但女儿却丝毫不知 就在女儿刚走出房门那一刻 母亲眼含泪水 缓缓闭上了眼睛 而锦修为了自保 只能在万分不忍中 结束了凌月的性命 锦修当年落难之时 被一个凡间女子所救 并且对女子心生爱慕 为了保住阿末的性命 不惜拿出自己的命珠为他续命 但是最终 还是眼睁睁看着爱人死在自己眼前 没了阿末 锦修从此变得颓废不堪 每天混沌度日 直到属下告知阿末 已经渡劫成功 飞升成为上神 阿末没死 他在哪 他一定在天空 林末姑娘跟灵溪本师一提 她是我山林族的公主 她早晚是要回来的 难道国师 要以当前之资 等她归来吗 锦修恍然大悟 灵溪是国主的女儿 总有一天她会回来 当初阿末也是她的意见 如今阿末无恙 纠着的心也该放下了 锦修缓缓拿出自己的命珠 放在了鬼藤之上 在一阵光芒后 早已突破瓶颈的她 也选择了飞升成为上神 这天终于迎来了灵溪的到来 本身是一件让她欣喜的事情 这是她朝思暮想的爱人 但是随之也为她带来了难题 她与国主不共戴天 但是又不肯施主 所以让国主暂时昏迷过去 如今灵溪归来 打乱了她所有的计划 灵溪在灵溪的照顾下即将清醒 一旦灵溪苏醒 对她来说即将是末日 所以她做了这辈子 第二次错误的决定 选择杀了灵溪的母亲保密 就在此时灵溪也刚好醒来 石伯伯看到国主清醒 万分激动 并且告诉灵溪 一直都是她失散了五万年的女儿 一直在照顾她 灵溪曾经亲眼看着灵溪 死在她的面前 做梦都没想到 竟然还能等到女儿静笑的一天 眼中满湿泪水 幸福来得那么突然 但是紧接着迎来的便是鳄鱼 此时的锦修已经杀了首位 直接冲了进来 彼此之间都充满怨恨的人 最后一次见面 避免不了相互指责着 各自心中的不满 但是灵溪今天必死 已经是定局 灵溪只是疑惑 为何不再赴灵溪杀了自己 也能顺手架货给魔族 提到此事锦修也满是惆怅 一言难尽哪 若无必要 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本来只想让巫医动动手脚 让国主做一场好梦 长长久久地睡下去 就这么一直地睡下去 直到有一天 我们可以不计前嫌 坦诚相对的时候 可惜 这一切被人识破了 锦修承诺灵溪死后 他大仇已报 也没了后顾之忧 他将会好生照顾灵溪的两个女儿 灵溪也知锦修并非大鳄之人 只是命运所致导致二人不死不休 所以缓缓地拿出了自己的命珠 把自己的命珠交于了锦修手中 只需锦修轻轻一捏 便可终结了灵溪的性命 可就当锦修要动手之际 灵溪却突然到来 女儿的声音第一次传入灵溪耳中 灵溪满是激动 也迅速喊出了灵溪的鼓子 母女再度相逢 尽是山晴 母女首次相拥 泪水都已模糊了双眼 这对母女就如那幽冥之花 花叶难以相逢 曾经灵溪去找灵溪 却晚了一步 仅仅看到女儿 在他人怀中失去了生命 女儿重生归来 灵溪却一直属于昏迷 如今花叶终于相逢 却将不久后相别于永世 景修恐怕夜长梦多 万一灵溪捅破这层窗户纸 他与灵溪便再无可能 便立马告诉灵溪 国主刚醒身体 太虚不易激动 想将灵溪支开 灵溪给母亲好迈 也发现母亲迈向混乱 灵气一直在溃散 景修便让灵溪去逃灵 把青瑶请过来看看 即将离去 灵溪将母亲托付于山林国中 他最信任的人 也是要他母亲命的人 很是放心地离去 灵溪万分不守 却不敢将女儿叫住 女儿已经在视线中消失 母亲的目光 却依然停留在 女儿离去的方向 直到景修将她的命珠 缓缓抬起 灵溪也欣然地 接受了自己的结局 此生已无遗憾 君臣一场 恩怨一了 我定会带你照顾好 灵溪 早付于 山林心的关心 景修心意横眼睛紧闭 手指用力捏碎了 灵溪的命珠 灵溪也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当灵溪归来 母亲已经身体冰凉 成为了一具尸体 灵溪并退了所有人 并且谁都不能接近母亲的尸体 虽然景修已经给灵溪解释了 灵月去世的原因 很显然灵溪是不相信的 因为上次青瑶来 已经告知母亲仅仅是昏迷 并非有生命危险 她现在只等青瑶归来 她只相信青瑶给予的解释 九成听闻灵溪母亲遭遇了不测 第一时间冲向了这里 九成的到来 也让灵溪紧绷着的神经一松 这几日一眼未合 也难得昏昏睡去 九成安置好了灵溪 青瑶后脚也紧随而至 青瑶得出了结论 和景修给出的一模一样 灵溪散尽神魂溃散而死 九成告诉青瑶 灵溪散尽神魂溃散的方式 有很多种 而山林族与外族不同 修的是命珠 失去命珠也是这样的死亡方式 当即想起了一直伺候灵月的石婆婆 但是终归是晚了一步 当看到了石婆婆的失手 更是印证了自己的想法 灵月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 经过询问得知 景修的手下赤壁 曾经走出过这个屋子 九成下一秒 便拔剑找上了景修 九成虽然没有证据 但两个人如今已经心知肚明 九成懒得废话 情敌再度相遇 也是增加不少愤怒值 九成要让景修知道 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景修虽然已经容生圣神 但是上神也分三六九的 现在九成已经取回了 女娲时心脏 微微用力 景修的手下便如落叶般 被风吹起 就算容生上神的景修 也在九成第二招之后 便被九成击飞 身体撞破了墙壁之后 如出堂的炮弹一般 飞出数十米 九成也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告诉景修 要是被他查出把柄 捏死他这个上神 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回到灵溪身边 九成也直接告知了 自己对景修的怀疑 灵溪也突然想到 他走之时 将母亲托付于景修 景修已经步入上神境遇 如果谁想在他眼皮子下 动手并且瞒天过海 哪怕就是九成这样的神尊 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 就在此时灵月的养女 宝亲公主却在房间内 满是惊恐 哭得歇斯底里 他正在承受良心的无尽谴责 灵月将他视若挤出 但他得知景修 即将要对母亲下手之时 竟然选择了默许 单纯的他 还幻想着景修 将登上国主之位 并且陪他一辈子 亲情与爱情之间 他稍加考虑 便选择了爱情 他用自己的命 证明了亲情与爱情之间的差距 他知道母亲此刻 正在遭人所害 但是他却捂住了耳朵 选择了无事 因为杀死母亲的凶手 是他朝思暮想的爱人 他虽然不是灵月轻生 但是灵月却视若挤出 直到灵月闭眼的前一刻 还在担心他的安危 但他却被一厢情愿的丹恋 冲昏了头脑 他以为只要母亲死了 就没人可以阻拦他与景修在一起 他以为只要母亲死了 景修就可以登上国主之位 与他永生相依 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以为 最终他已死亡 证明了亲情与爱情之间的差距 灵月被景修所杀之后 种种迹象都在证明 与他脱不了关系 景修是山林的国师 在他的打理下 也将山林一族带出了曾经的末末 所以国主生死 让他登上国主之位的呼声很高 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玄鸟一族三十代忠心护主 他当初杀了灵月也是出于无奈 行动虽然已经证明了他已反叛 但是心里却无法接受 所以他一直活在矛盾当中 思前想后 他带着山林族传国的玉玺 找到了灵溪 灵溪是凤凰一族唯一的血脉 他对灵溪也有爱慕之心 并且灵月在死前 他也发过毒誓 将善待他的两个女儿 所以把国主之位传与灵溪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殊不知正是他这一举动 让灵溪把他从嫌疑人中除名 母亲死后灵溪毫无头绪 但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凶手就是 母亲死后授意最大的人 灵溪虽对王位不敢兴趣 但是他并未推脱 成为了国主 也拥有了更大的权力 调查母亲的事情 也会方便很多 灵溪想过可能会有人阻拦 但令他万万没想到 第一个跳出来的 竟然是他的爱人九成 因为山林族禁止 与外族通婚 当初他父亲被杀 也是因为祖训导致 九成直接就炸了 当场就宣布 你这国主当不了 战神不同意 这件事天庭管了 直接就替天帝 接了这个卷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天规不行 魔君不行 你母亲也不行 说罢嘴一撇 就要去找天帝下着 灵溪见此赶紧将其拦住 告诉九成 他不会在国主的位置上 待很久 等查明母亲的死因 他便会善让出国主之位 话音未落 九成已经将灵溪揽入怀中 一本正经地告诉这个 跑了好几次的媳妇 他这人没啥耐心 所以他不会等很久 如果迟迟查不出 杀害母亲的凶手 或者找不着托付的人 就别怪他翻脸不是神 必定带上十三 攻入山林 废了这该死的祖序 灵溪登基的过程 十分顺利 他刚与母亲相认 甚至没有认祖归宗 殿下数百君臣 没有一人敢不俯首称臣 但他不知道的是 之所以能如此顺利 都是锦修在背后 为他扫除路障 当日他出自归来 众人立马跪倒一片 也仅仅是锦修的那一句 这位是灵月国主的亲生女儿 是我们山林族的公主 宝卿得知锦修将国主之位 传给了灵溪 直接便开启了狂飙模式 一旦灵溪登基 灵溪不仅母亲白死 他与锦修长相厮守的梦 也将化作泡影 他直接找到锦修 告诉锦修自己的心意 他不允许灵溪登上国主之位 认为锦修这是在玩火 这无疑是刚杀了他们的母亲 便将刀子递到灵溪手中 让他别忘了灵溪爱的不是他 而是那个战神九尘 万一查出真相 分分钟中便可以要了你的命 锦修何尝不知道这些 但是锦修式的矛盾体 该做的是不该做的事 他都在做 他安慰宝青让他别多想 两人之间只是兄妹之情 宝青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神经也直接被点燃 我说过 我不会让他进入国主的 你若不敢 我便亲自动手 我倒要看看 他若知道真相 还会不会让你摆布 当即便冲了出去 要杀了灵溪 宝青 灵溪是上神之躯 宝青固然是伤害不了灵溪半分 但是锦修却怕真相败 迅速追来一招便是死守 宝青的喉咙直接被冻穿 我对你说过 不可以伤害灵溪 她是我们的国主 嘴巴努力张开 仿佛想要说些什么 锦修神经立马紧绷起来 宝青用尽力气从口中挤出 便直接断气 锦修此时面部微微颤抖 已经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 如今宝青已死 锦修也顺势将灵月的死 嫁祸给了宝青 逼着宝青的丫鬟指认着 宝青杀害母亲的种种罪行 告诉灵溪是因为灵溪的出现 宝青害怕失去母亲的宠爱 便杀了母亲想当国主 有理由有动机 平时宝青也是出了名的跋扈 所以灵溪也是半信半疑 半夜锦修急匆匆地被灵溪召见 锦修也有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她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前去 没想到此次前来的 还有宝青的婢女 与上次不同 此次婢女当庭翻供 只认锦修便是杀害灵月的罪魁祸首 锦修当然是打死都不能承认这件事 随即九尘也出现在大殿之上 原来黑痴想要杀人灭口之际 九尘却派人及时赶来 九尘已经盯了锦修很久了 黑痴不敌也当场被斩杀 锦修本想反驳 毕竟这是婢女的片面之词 于是九尘便问婢女 愿不愿意以性命为代价使用搜神术 验证所说之话是虚事实 小仙愿意 九尘也算给了锦修几分面子 没有继续下去 锦修也知道这场戏已经演不下去 也承认了这一切 她告诉灵溪 她与灵溪是上一辈子人的恩怨 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把一切前因后果都说了出来 该承认的她承认了 不该承认的她也拦下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 我一直如此 从未有变 我只想告诉你 若不是因为她 你就不会和你的圣母分离 就不会染上魔气 勒伯不会死 你不会承受三劫之苦 你这一生受的所有的罪 都是因她所伤 到此所有的真相也全部清晰 九成到处让锦修束手就擒 但是锦修却没有像往常那样迎人 直接向九成发动攻击 随即便杀出了殿外 在赤壁的掩护下迅速撤离 锦修最后一个愿意 跟随与她的人 为她生死 荒原之上冰封千里 刺骨的寒风白雪栩栩 这不毛之地 仿佛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命的气息 一根千年朽木之后 她却再次躲避 但是一根朽木既不遮风也不避雨 只能些许安慰孤独的心理 这里满是自由的气息 却如同牢狱 她抛弃了所有人 也可以说她被所有人抛弃 她用了十几万年 洗清了出卖童族的钱池 为了一个情字 却跌入了这万劫不复之地 就在锦修伤神之际 却有一人影找到了这里 我是来帮你的 帮我 就凭你 老男人靠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成功地让媳妇万分绝望地死在自己怀中 她也是逼不得已 只有灵溪在凡间生死 才能杜劫成功 她用自己性命为代价帮媳妇立结 经历千辛万苦 最终她的愿望实现了一半 因为媳妇回来了 但是又没回来 草草相聚扑上着翅膀 就直接离她而去 媳妇杜劫虽然是成功了 但是她在凡间就靠一张嘴 她把媳妇骗得死了一次又一次 那真真实实的感觉 可是腾在灵溪自己心里 她为灵溪掏肝肺肺这没话说 但是她为了灵溪掏阿末的心掏阿末的肺 这就说不过去了 一时间难以适应两个女人之间的转换 这是 九尘也真的是委屈至极 回到师父那 又是一顿训斥 天尊山修的就是忘情 两个弟子都没一点骨气 一个看上的狐狸 爱得死去活来 如今不仅变成食宿 还要每天垫打雷劈 一个看上一只鸟 为它死了一次又一次 结果连个鸟毛都不留给你 等老头子死了 你最好把棺材板给定个严严实实 并且告诉九尘有点骨气 除非那只鸟自己飞回来 你可不许不知廉耻地追过去 你看你把你媳妇灌得一身臭脾气 山灵国主的女儿 就很了不起 嘴上对师父是满是答应 但是打了十几万年光棍的战神 好不容易找到的媳妇 哪肯就此放弃 骨气 师父说得对 做神要有骨气 这日十三在灵溪屋子里 收拾着灵溪大包小包的东西 必定也是好兄弟 走得仓促一堆衣服 一件都没带回去 边整理便埋怨果然是个鸟 如此爱虚窝 房间里藏了这么多东西 九成一看十三要去找灵溪 哪能放过这么好的时机 瞬间变成了软骨头 下一秒大包小包 整得跟个杀物镜一样 就这么找媳妇取经去了 十三来了 还有战神也来了 结果不是很如意 媳妇连面都没见 便要将她撵回去 公主还说天息宫简陋 国主还病着 就不留战神用饭了 九成心有不甘 所以选择了在暗处默默注视 结果刚好听到几个宫女 在说大实话 灵溪公主温和又善良 谁不喜欢 不是连天宫的战神都喜欢她吗 战神 战神也太老了吧 此话也刚好被灵溪听了个正直 听到手下 竟然议论自己找个老男人 被下人训斥了一顿 便让气离去 白泽早就闻到了九成的气息 直接把九成卖了 提示灵溪有个老不正经就在那 灵溪本身还带着气 不带见九成 你这小性子要使到什么时候 你连杀我两次 还不允许我生气了 我是为了救你 那杀是真的杀 疼是真的疼 伤心也是真的伤心 怎奈九成嘴上功夫了 上来先给灵溪拔个火罐降降火 灵溪还未反抗 九成三言两语 灵溪边边哭边笑 鼻涕都快流到嘴里 九成告诉灵溪自己打了十几万年光棍 从来不感觉孤独 但是自从遇见你整个人就废了 并且赖着非让灵溪负责到底 好马用到腿上 好男人用在嘴上 九成算是发挥到了极致 这小情话一套一套的 把灵溪哄得一愣一愣的 你别以为你亲了我一下 我就不生气了 情侣之间没有什么是一个文解决不了的 如果解决不了 那再亲一个 灵溪也是长见识了 没想到九成竟然这么混 你说你 一个十几万岁的老人家 他吃什么药了呀 从哪学的这些招式 总之这一套下来 媳妇算是哄好了 九成心结也了了 九成告诉灵溪自己要回去闭关修炼了 毕竟心脏拆了桩桩的线 两人恋恋不舍暂时分别 回到从极渊 看了看底自己看他们的仙翁 欲言又欲止 最终还是问仙翁 本哥很老啊 老 老翁也是个实在人 告诉九成跟天地比的话年轻不少 若是与老朽相比 你的年纪倒是大了点 不过你法力高强 助言有数啊 看起来你比老朽年轻 这老头子说话 上句下句大喘粗气 也不知道有没有说进九成心理 回到修炼室 面对墙壁之内的万千修炼秘籍 九成若有所思 最终认真挑选了一本秘籍 自此开始挑灯夜战 不分昼夜地研究着秘籍之内的知识 这日傅凌渊突然魔器肆意 灵溪前去镇压 却被魔器所伤 这时天尊却不愈而至 迅速将魔器镇压了回去 事后天尊便把灵溪带回了天尊山 帮灵溪去除了体内的魔器 灵溪此时才想到询问眼前的老头 怎么会知道他管辖的复灵渊魔器肆意的 但是老头的回答却让他意外 老头告诉灵溪是专门去找他的 此时九成也被天尊传唤至此 灵溪这才知道这是九成的师父 九成拉着灵溪跪倒在地 告诉师尊 想要娶灵溪为妻 其实老头把两人聚集在此 也是想听听这两人的真实想法 天尊即将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他想出发前 把两个没出息的徒弟安置好 但是这想法只能藏在心里 天尊告诉灵溪 他这徒弟哪都好 就是一看到你 就没有一点出现 这让灵溪满脸的难为情 又有点沾沾自喜 灵溪回到桃林 也把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 导致了家人 花鸟经为了庆祝 还专门搬来自己的花两娘 天真的花鸟 也对一笼一缝的结合很是好奇 成亲就是兽粉 两口花兽粉之后 就能结果子 不过你们一个是龙 一个是凤凰 你们不能结果子 你们只能生蛋 将来下的蛋是什么样子 灵溪当场就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只能大口喝酒眼是尴尬 酒过七旬少女四春 众人福都扶不住 到处喊着要九尘 我不要摸九尘 九尘就跟他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下一秒便出现在这里 他问灵溪想去哪 灵溪告诉九尘 想去从鸡渊 那里床大又没杀人 他喜欢安静 心中已然有了自己的小算盘 从陵渊外白雪栩栩 净显寒意 屋内两人狼情惬意 竟是甜蜜 醉酒的灵溪搂着九尘上下其手 屋内到处洋溢着荷尔蒙的气息 灵溪还在对白天花了说的 关于下个什么 但依然好奇 所以拉着九尘便要试试 老牛对这颗嫩草 已经惦记多时 九尘也不是吝啬之人 当晚把这十几万年的积蓄 都给了灵溪 正宗的颠龙捣缝 毫不歉意 灵溪回到家里 手上拿着九尘给他的婚书 努力地压制内心激动的情绪 但是憋不住 真的憋不住 本来就不算小的嘴巴一脸更大了 九尘看着这满屋子的贺礼 也满是欣喜 战神结婚三界同喜 贺礼多得数不完 根本数不完 不知不觉也乐成傻子 两人经历三世 历经万难 即将迎来好的结局 但是命运从来不会让任何人如意 这日九尘给天地递交 灵溪善让国主的辞呈 却刚好遇到师父与天地一世 并且刻意回避自己 这让九尘感觉很不正常 因为师父已经五万年不管闲事 他思来想去又想到 师父冷不丁地将他与灵溪叫去商议婚事 这不是师父的性格 师父必定有天大的事瞒着他 他来到了傅灵渊 看到傅灵渊魔器即将肆意 更是感知到傅灵渊内魔界大门 已经出现了裂缝 恶灵不断从缝隙中冲出魔界 一旦傅灵渊内恶灵增加到灵界值 冲出傅灵渊是早晚的事 当即也明白了师父的心意 他哭得歇斯底里 却是个大骗子 他被这个老男人骗了一次又一次 但是一字一句的谎言皆是善意 每一次的谎言 都是用命再换两人的相聚 这夜他们共赴乌山云雨 身心交融 历尽千辛终于把自己交给了彼此 本以为余生皆是甜蜜 灵溪满心期待拿着婚书 似乎他们长相厮守 已经成为定局 却在即将大婚之日 收到他的一纸书信 我们并不合适 他再次被骗了 这还要从那个 他一直死不了的宿敌说起 袁同这个反派次次作死 却次次靠着家族余灰存活 这次灵溪戳破了 他杀人越后的行为之后 被踢出了仙谷 丢入了蛮荒之地 这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 因为被发配此地的人 无一人能活着出去 但袁同却并非常人 曾经魔君生死之际 看着这家伙心术不正 是个难得的人才 所以将一缕元神 藏进了他的身体 也因此保住了他一命 袁同在冰死之际 魔君来到他的梦里 对这个即将入职的员工 进行一番洗脑 句句都说在袁同的心坎里 袁同开心极了 以为自己中了头等大奖 自己即将成为 下一任魔君出世 魔君告诉袁同 魔君的挑选 苛刻至极 不仅要出七情去六语 并且要有强大的神魂 和顶尖的根骨 你 袁同拿自己一对比 果然自己是个废物无一 袁同这才知道 当个坏蛋也这么不容易 魔君找到他 是看他坏到了骨子里 想让他为自己 挑选下一任魔君而已 当然也不会让他白费力气 袁同虽然仙谷一回 但是气海尚在 而沉默修炼的便是气海 魔君还不忘夸赞一番 告诉袁同本身 就有修炼魔工的潜力 所以送了袁同一份造化 只要修行自己的魔工 便可有了自保能力 自然能逃出这死亡之地 魔君很是放心地 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这个 十分上进却永远不靠谱的人 而这个不靠谱的袁同 经过千挑万选 也挑选了一个 比他还不靠谱的人 锦修因杀害灵溪的母亲谎言 被戳破 只能逃亡在一处 冰封万里鸟无人烟之地 锦修上神之躯 算得上是顶尖的根骨 但为人半恶半善 如今被九成通缉 也刚好需要有自保能力 所以袁同磨破了嘴皮子 在锦修后边追了无数日 终于将锦修洗脑成功 在锦修看来魔警 仅是一种能力 得了这个能力 也只为自保 至于要不要干点坏事 这边要看自己以后的境遇 我去 一心为我 道义是我 一心如道 我一心道 但是一旦成魔 却真的要告别过去了 以后仅仅只为活着活着 给我吧 就让你借一回 我的道 袁同将魔军的魔种 交于了锦修 从此锦修便是下一任魔军 袁同迫不及待地来到傅林渊 准备放出魔族万马千军 协助锦修攻入仙界 经过袁同的努力 一个不太正经的大门 终于被打开 瞬间万千恶灵 直接冲出 天空中也被万千黑鸭覆盖 但是锦修却没有进攻仙界 满是惆怅地看着月亮 心里想着灵溪 他只是为了活命 没事灭是干啥 更何况傅林渊 就在山林族附近 一旦开战 首先遭殃的便是他的族人 但是四散的魔器 很快被灵溪感觉到 奋力将其封印 但是却没有这个能力 刚好被前来位徒弟 说媒的天尊看到 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傅林渊的魔器 按了下去 但是傅林渊 只是封印魔界的第二道大门 第一道大门已经被打开 如果不进行控制 只要魔器到达了灵界值 冲开封印是早晚的事 老头子一大把年纪 此前想后便准备牺牲自己 进入傅林渊 魔界大门没有那么容易关闭 他将勇士将自己囚禁于傅林渊 来抵御出逃的魔器 所以想让九尘与灵溪早早成婚 也算了了自己的牵挂 但是此事却被九尘所察觉 前往傅林渊之后 更是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身为战神的他 此事本身是他的责任 师傅这是用命在成全自己 曾经师傅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为了救他一命 更是不惜找来女娃使 并且当作自己的孩子传业受到 他无法承受这样的良心谴责 所以他只能再一次辜负灵溪 他去找到了天地 要来了云峰的释放令 需要千年释放的云峰 也提前解封 云峰功力虽在自己之下 但是在天宫中 能与之抗衡的寥寥无几 他需要云峰为自己做一件事情 便是假装自己 让云峰替自己与灵溪周旋 直到灵溪心灰意冷 慢慢把自己忘记 安置好云峰 来到天尊山 见了师尊最后一面 师傅的酒水 已经被自己做了手脚 临走之时 又暂时给师傅增加了一道封印 保证自己跳入傅灵渊之前 不能阻拦自己 但是没想到半岛 却遭到了锦绣的阻拦 锦绣劝导九尘 不要前往傅灵渊 因为一旦进去就永远出不来了 两人虽是情敌 却爱着一个女人 她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但是九尘可以选 能去镇守傅灵渊的 天庭不仅仅九尘一个 你和灵溪历劫三世 好不容易在一起 你舍得撇下她吗 幽冥之门一旦开启魔界 群魔涌出世间生灵涂炭 山灵族 首当其中 谁也跑不了 锦绣说罢便直接离去 散发着黑气的分身回归本体 锦绣浑身散发魔气 多想自己也有选择的权利 有的是 多好 而九尘显然并不会听从一个魔君的劝导 依然飞身前往傅灵渊 看着即将外泄的魔气 仅仅稍加犹豫 便直接双手结印 在一阵蓝光过后 再度化作自己的真身 一条长着两对翅膀的硬龙盆空飞起 稍稍盘旋之后 微微蓄力 一跃钻入了傅灵渊 今后无尽岁月 只有无数恶灵陪伴自己 也许无数岁月过后 自己先立耗尽 自己也将被恶灵试尽神志 也将成为其中的恶灵之一 他选择了一条 比锦绣更孤独的路 再见了 灵溪 他狠心将丈夫勇士封印在这混沌之地 并且今天是他们的大婚之日 就这样分别于勇士 他们历经三世受尽世间疾苦 终于走到了一起 他却在大婚的前夕 再度抛弃了他的爱人 化作一条白龙 以自身为封印 决定陪伴这无尽的恶灵勇士 而被蒙在鼓里的灵溪 仅仅收到一封诀别信 接受不了这一切的灵溪 找到九尘门前讨要说法 殊不知房间之内已是他人 想要破门而入却无济于世 灵溪在房门之外 一待就是十六日 而九尘也已经在赴灵渊下 与恶灵缠斗了十六日 九尘用尽全力 想要将魔戒之门关闭 最终却无济于世 无论他用多大力气 得到的却是同样力量的凡事 最终精疲力尽 只能原地休息另寻良计 就在此时一坨东西从天降 九尘立刻一脸嫌弃 怎么在哪儿都能看到这坨东西 圆童却满脸不在意 一脸萌萌哒地告诉九尘 让九尘不要白费力气 自己不惜代价 终于可以得到你 九尘猜出这幽冥之门 又是圆童的杰作 圆童更是洋洋得意 他都没想到自己有这么大的美食 你们抽露我的线果 将我发配至穷荒之地 我却依然有办法 将得你们鸡犬不明 神尊 圆童是不是很厉害 九尘扭头 将贤妻的表情稍稍掩饰 下一秒竟然挑起了圆童的下巴 询问圆童为何说本尊在白费力气 圆童受宠若惊 立马乃里乃气 当年群魔大战 上一人战神 将群魔驱赶回魔界 而他自己也深陷魔界之中 他和天尊 二人内外合力 才将幽冥之门封闭 仅凭你一人的力量 放不到他 九尘得到如此的 也是一阵叹息 看来是真的出不去了 他告诉圆童 他已命不久矣 灵魂已经被死气侵蚀入骨 不久之后 也将失去神魂 成为这里的一缕怨气 而圆童根本不在乎 就算成为一缕怨气 也会永世缠阵 九尘建议无可救药的圆童 便不再理会 圆童也知大县将至 他来到了幽冥之门魔器最浓之地 任由无数的恶灵 对自己啃食 最后缓缓化作一缕黑气 渐渐移 一缕怨气 缓缓接近九尘 九尘丝毫没有客气 首一辉怨气 瞬间消失 这便是圆童的结局 就在此时 一女子一身绿衣 也从傅林渊一院下 身子飘逸缓缓落地 九尘不可思议地 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二人相互寻觅 最终在两棵枯树旁相遇 终归会有一个人 不愿意让你孤单 无论你在哪 他都会找到你 九尘为了让灵溪忘了自己 直接砸碎了云峰的石像 让众人以为云峰已死 让云峰钻进自己的屋里 假装自己 他也不考虑考虑那只白色狐狸 青瑶看着碎了一地的云峰 直接挥泪如雨 还真的以为云峰被雷劈死了 又一块一块将云峰组装在了一起 望着石像伤心不已 不分昼夜的守护生怕再次碎去 谁的媳妇谁心疼 最终云峰还是没忍住想去看那么一眼 结果就是这么一眼 也让九尘的算盘前功尽弃 当灵溪知道了这一切 哪肯放过这个骗了自己 一次又一次的老男人 拿着九尘给他的婚书 决绝地跳下了傅灵渊 谁让你来的 你不知道这里什么地方吗 你怎么可以来这里 这上面写的 清清楚楚 良缘永间 白手相惜 灵溪也知道傅灵渊只进不出 所以他前来也没想到能够出去 他是来找九尘成亲的 哪有下了聘 给了礼金 婚书也换了 新郎不吭声就跑得大道了 只差拜天地 我们就是夫妻了 灵溪环顾四周 满世怨灵 魔气浓郁 她要在这里 与九尘结为夫妻 也算给这万年死地 带来一丝喜气 灵溪说吧 便不再理会九尘 直接跪倒在地 我愿嫁与九尘为妻 从今日起 生死白头 永护相弃 未于不信 有如假日 九尘也是一阵无语 哪有一个人拜天地的 要不算上我一个 我来陪陪你 谁叫你总是抛下我的 那我就只能这样黏着你 不要坚持 也不要脸 到此九尘乐了 灵溪笑了 两人也想不到 这充满死亡气息之地 还有这么一对 在这如此甜蜜 而另一边 景修坐在枯树之上 缓缓拿出 已经放到枯黄的一盒竹叶 最终松开了手指 她便随风而去 她曾经告诉阿末 在她的家乡 每年二月初七 是男子向女子求爱的日子 如果她喜欢一个女子 就会送她一片竹叶 只可惜愿意 收她竹叶之人 已经被她亲手所杀 那个不可能接受她竹叶之人 她却苦苦不能放弃 刚才在傅林渊下的一切 她都看在眼里 她没想到 灵溪对九尘如此痴情 爱而不得的怨恨 在某种的作用下 迅速增加着她的狂念 她被心中的情魔 折磨得痛不一声 呐喊天道不公 她要让六界众生 如她这般痛 自己才不算孤独 下一刻 她出现在傅林渊 景修曾经在凡间 救过灵溪的命 灵溪此时还想劝其回头 但是曾经那个景修 已经回不了头了 极度 憎恨 已经在某种的影响下 让她逐渐失去心智 九尘不愿对其多言 话不投机 半句都是多 直接化作真身不死不休 景修随即也化作一缕飞气 消失在原地 一只火红的凤凰 也紧随其后 景修遁形与无尽的魔器之内 已经寻无踪迹 映龙白色的火焰 混合着凤凰红色的烈火 傅林渊内无数的恶灵化为灰烬 但是魔器却丝毫不减越来越浓 突然魔器内魔刀 直接被甩出 一龙一缝还未反应 便被魔刀击中 灵溪也直接重重摔落在地 景修趁着二人反应的空隙 再度挥动魔刀 冥界之门直接被完全打开 无尽的恶灵瞬间涌出 九尘立马向前与景修 站成了一团 灵溪此时面对无尽的恶灵 已经自顾不暇 九尘与景修势均立敌 还在苦苦之城 景修在无尽的魔器支持下 如同打开了洪荒之力 最终还是九尘略显不敌 被魔刀压制 已经深入半个肩膀 而景修在得意的空隙 也被九尘一箭洞穿 九尘知道 不能一直如此坚持 突然想到了 袁同所说 封闭幽冥之门的方法 使用全身力气 带着景修冲进了幽冥之门 景修也看出了九尘的用意 想要逃出 却被九尘拉住 灵溪见到 也立马前来帮忙 大声呼喊 让九尘出来 而九尘却让灵溪直接疯了 他只心爱你 林夕虽然万分不忍 但是他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不能为一人之情 不顾六戒苍生 他要为自己百姓负责 九尘更是要为云云众生负责 最终在万分不忍中 眼含泪水 将九尘和景修封死 在这幽冥之门 做完这一切 他已然愣在了原地 一缕光照进傅林渊 傅林渊黑气瞬间消失 也第一次露出全貌 时光一晃三百年 灵溪美美想起 九尘依然泪流满面 九尘虽然不在了 好在那一夜缠绵 灵溪下了一颗蛋 也把这个女儿 作为了思念九尘的寄托 所以便给女儿取名念儿 但是有一日女儿的玩具 却散落一地 她一路捡起 却感觉不对劲 谁这么无聊 这是故意如此排序 顺着痕迹前去 一个熟悉的长生节 出现在自己眼前 灵溪瞬间湿了眼眶 她知道 那个骗子回来了 她立即寻遍了 屋子内的每一处角落 却一无所获 最终通过门缝 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是我爹爹吗 是啊 灵溪迅速冲出大门 果然是她 她真的回来了 灵溪哭了 九尘却笑了 一家三口相聚 此剧也迎来的大结局 看似圆圆满满的剧中 却让人充满疑虑 九尘是怎么出来的 剧中并没有给出解释 也许是自己 冲破封印回来的 也许是有个 活在矛盾当中的人 突然想通了 放下了执念 自我牺牲帮了九尘一把 其实看完此剧 锦修这个半善半恶之人 总让人意难平 从小的懦弱被骗 导致了父亲被杀 也让自己背上了叛徒之名 他为了报仇 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 不惜用最痛苦的修炼方式 修炼鬼疼 替换自己的本命 每当修炼之时 都是食骨之痛 但是像他说的 这样可以时刻让自己清醒 锦修为了活着 从小到大如履薄冰 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人 阿末是唯一一个 可以让他把心掏出来的人 但是他却爱错了人 阿末生来就是为了死 这对锦修确实不公平 他的前半生辜负了父亲 却没有辜负族人 更没有辜负山林国的 每一个百姓 最终为了保密 还是走错了一步 其杀了灵溪的母亲 也是这一步 让他毁了终生 他不知道一个母亲 为了女儿 可以做出多大的改变 但作为一个没有后台 一步一个脚印 爬上来的人 远远没有那些 含着金钥匙的人 能够抵抗风险性 袁同做死了一次又一次 每次都靠着家族的余晖保密 而九成 他更是生来 就属于上等神 有些人出生 就自带无尽的光环 而有些人出生的环境 便会给他带来不幸 有些人总想活得有价值 而有些人活着只为保密 看剧总会不自觉地将自己 置身于自带光环的主角中 一瞬间忽略了自己在现实中 扮演的什么角色 其实人性皆是如此 我们向往好的生活 向往我们没有的生活 但是又有多少人 能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此剧到此结束 以上观点 仅属个人 不能代表众生 说剧不止于说剧 我是小五 风里雨里 我在下部剧等你 你到底还是随他去了